谢成一直活在自己的黑白世界 因为他是个色盲 虽然黑白世界给他带来了诸多不变 但他自己并不难过 帅气的长相总会有吸引诸多异性或者同性 但也只能看脸 因为色盲的原因 他的品位总是出奇的 嗯 独特 身为机场的保洁员 今天他照常努力工作 可一个擦肩而过 他终于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眼色彩 那个刚刚撞到他的人 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等等 你别跑 谢成第一次看见颜色怎么会轻易放过 于是就上演了一幕 他逃 他追 他插翅南非的激情戏 白鹿是一名顶尖服装设计师 刚下飞机就被一大批记者拦路堵结 万般无奈他只能躲进卫生间 见四下无人抓紧时间让保镖来解救自己 他松了口气 摘下口罩无力地靠在门板上 还没缓过神来 背后又传来砰砰的敲门声 喂 先生你快开门啊 我知道你带领 你怎么不说话 快开门啊 白鹿无语 这门在他喵的敲下去就要散架了 现在的记者未免太疯狂 谢成不依不饶 白鹿终于忍无可忍 拉屎呢 瞧什么瞧 此时的气氛不为鬼异 谢成往门下缝隙看去 你这不是骗人吗 拉屎你怎么没蹲下去 你的脚都暴露了 什么 你是变态吗 我没有恶意 我就是想再看你一眼 谢成匆忙解释 但他见白鹿无动于衷 先生 既然您不出来 那就对不住了 说把他用力朝门撞去 相见的那一刻 谢成彻底被震惊到了 天哪 这个人的手指 脸颊 衣服 都像是在发光一样 他害羞地盯着白鹿 这 这就是颜色吗 他盯着白鹿的瞳孔 发现里面映射出自己的影子 这一刻 他在他的眼中 第一次看到了有色彩的自己 他的目光舍不得离开眼前的人 直到耳边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 两人震惊转头 一大批记者蜂拥而至 白鹿先生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谢成是个色盲 在他世界里的一切都是黑白色 但当他第一次遇见白鹿 他终于看到色彩 可他刚抓住生命中的 第一抹颜色 却发现这抹颜色正处于非暗之中 两人被记者堵在厕所 随后拍照和质问的声音 充斥在整个屋子 请问白先生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白鹿先生 你为什么要抄袭别人的作品 请问您所有的作品 是不是都飘泄别人的创意呢 满屋的质疑声逼的白鹿全身发抖 我没有 我没有抄袭 谢成看着紧张的白鹿 你怎么了 你放松一点 不要害怕 而此刻的记者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们 还在不停地拍照和提问 谢成忍无可忍 站起身边对记者 你们没看到他不愿意 为什么非要递他回答 而记者终于带到一个能回答问题的人 赶忙地上话 那请问您与白鹿是什么关系呢 而且你们两个刚刚躲在厕所里 在干什么 谢成才不惯着他们 打掉对在他脸上的话 关你屁事 偷拍 而这群偷拍的记者也不甘示弱 你既然敢摔我们的话题 明天就怎么上头条吧 啊 老子看你们啊 谢成刚想开启狂队模式 背后突然有只什么发作 趁着记者不注意 白鹿拉起谢成就从车去 谢成看着眼前的人 在他满目灰白的世界里 白鹿就像一束光 一眼就可以找到他们 跑了一路 终于摆脱掉难缠的记者 刚刚谢谢你 说把白鹿转身就走 啊 你别走啊 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巴唧一声 我们阳光帅气的色盲城 就摔了个狗吃屎 白鹿一点也不想回头 看着丢人的东西 大步向外走去 一路坎坷 白鹿终于回到工作室 他急忙拉起窗帘 他害怕外面吵闹的事情 而敲门声也不合时宜的响起来 吓得白鹿直冒冷汗 老板是我 听到是秘书的声音 白鹿打开一条门缝 什么事 而秘书却匆忙拿出手机 对到白鹿脸上 老板你快看 屏幕上映出的 就是今天他和那个保洁员的照片 白鹿心累 真是雪上加霜 白鹿本以为被爆抄袭 就已经够崩溃了 万万没想到 还能被变想出柜 秘书还在喋喋不休 老板 现在怎么办 您的抄袭风波还没过去 现在再来个出柜 这次合约怕是要完蛋了 白鹿把手机还给他 S公司是看中我的能力 才和我合作的 如果他们觉得 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设计师 欢迎他们随时解约 对了 如果真解约 记得管他们要解约费 说吧 喷得一声关上了门 留下秘书艺人 在风中凌乱 他看着自己老板紧闭的房门 怎么感觉老板的被害 妄想症越来越严重 让他去医院也不去 这样下去迟早突突 而屋内的白鹿 白鹿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依靠在门边 脑子里全是嘲讽他的声音 靠抄袭出道的垃圾 快滚出设计圈 抄都不会抄的垃圾 现在拿不出作品吧 白鹿紧紧抵住额头 他喵的 这该死的声音又来 这种幻听什么时候才能解释 他突然想起在机场 遇见的那个审美削尸的宝结人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为什么跟他在一起 会有莫名的安全 白鹿失落的低下头 真可笑 我竟然还能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安全感 白鹿躲在地下车库 可能是患者 他总感觉有人在跟着他 还没来得及多想 一只大手突然出现 捂住他的股 嘘 别出声 后面那辆车上 有可疑的人在抠开你 白鹿惊苦 不断挣扎 内心却在咆哮 我看最可疑的人是你才对 他一把抓住谢成的手 你竟然跟踪我 而谢成根本没听进去 他在说什么 他目光紧盯着被拉住的那只手 原来 我不光是能看到他的颜色 就连被他触碰到的地方都会染上色彩 白鹿见他没反应 气鼓鼓地问 发什么呆 我再问你话呢 这时谢成终于反应过来 真的 是真的有人在偷拍你 不信你看 白鹿不想再理他 而谢成急得直跳紧 我真的看见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听话 还没等白鹿反应过来 远处车上真的响起咔嚓咔嚓的像机声 他急忙退回石柱后面 而一旁的谢成像傻子一样嘚死 你看我没骗你吧 寄出贵风波后 色盲保洁员谢成被机场开除 但他好像并没有因此沮丧 仿佛被辞退是家常便饭 他找到白鹿家的地址 想要知道为什么色盲了二十多年的他 一遇到白鹿就能看见颜色 奇料途中碰巧遇到偷拍的记者 危机之下谢成又一次救下白鹿 从此两人的羁绊越来越深 好了 偷拍你的记者走了 白鹿看着眼前总在他危机时出现你 你怎么找到这 谢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咱俩在厕所的照片被记者发到网上 有人留言说了你的地址 我就试着找得过来 不过 也是因为那该死的照片 我被机场给开除了 白鹿当成实话 怎么 你想得钱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变相出贵后 算了算了 这是我秘书的名片 想要补偿金就直接找他 谢成看到他误会 赶忙抓起他的手 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吧 他将白鹿的手按在了自己的胸里 一脸真诚地问我 这是什么颜色 白鹿一脸猛逼 确定了 这人绝对有大力 两人一个使劲挣扎 另一个就不放手 僵持不下时电话铃声响起 我要接电话 再拉着我就这么一想偷听 谢成满脸真诚抬起双手 行行行 先接电话 而电话另一头 是白鹿秘书唐千钱 小白小白 我有急事要请半个月的假 白鹿有点震惊 要半个月这么久 这些年他身边 没什么可以吸引人 只有唐千钱算是他的心 继抄袭风波后 他不敢再相信别人 所以唐千钱请假半个月 会给他带来很多不便 白鹿叹了口气 好的 那你就先忙 我自己也可以 挂掉电话 回头看见一对情侣在拍照 白鹿的被害妄想症再次上行 不对 这两人绝对不是情侣 他们一定是要偷拍我 又要诬陷我 然后再网上散布谣言 这次他们会有什么借口呢 正当白鹿的精神处于崩溃边运时 他回头并看见了 站在一旁等待的谢成 他仿佛像见到了救命稻草 匆忙跑向谢成 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 我们出去聊聊吧 谢成是个色盲 但他一旦触碰到白鹿 就能看见颜色 白鹿有被害妄想症 但只要谢成在他身边 他就极度有安全感 所以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绝配吧 白鹿挽着谢成的手臂不肯撒手 他总感觉后面那对假装拍照的情侣 就是在拍他 而谢成却急不理解 又没人拍你 你紧张什么 白鹿一记眼神瞪了过去 仿佛在说闭嘴 这眼神逗得谢成哈哈大笑 好吧好吧 你想晚着就晚着 心里也乐得开花 他想 反正只要你碰到我 我就能看见颜色 真是求之不顾 白鹿偷偷看着他 这人好奇怪 怎么突然就这么开心 而仔细回想 从自己和这人的奇怪相议 然后被他奇怪的帮助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紧 虽然只和他见过两次 可和他在一起就是莫名的安心 他抓紧谢成的手臂 也许唐前前请假的这段时间 他可以过来帮自己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谢成 白鹿有些不好意思的问道 那你要不要来当我的助理 就是上下班接送我什么的 谢成疑惑的看着呢 而本身就有些不好意思的白鹿 飞他这么一钉 瞬间炸锚 你不是说 你被机场开除了吗 我助理有事请假了 就问你愿不愿意来提搬 炸锚结束 白鹿羞涩的低下头 谢成看着反复无常的白鹿 刚刚还让自己不要缠着他 现在又让我当提搬助理 果然大设计师的脑回路都不正常 这时 一辆汽车驶过 白鹿用力将谢成拉了回来 你在想什么呢 是红灯啊大哥 而谢成刚在震惊中反应过来 就发现飘在面前的花瓣 是樱花吗 看着毫无颜色的花瓣 慢慢飘落在白鹿的尖头 最后变成淡褲色 这就是樱花的颜色吗 是很温柔的颜色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彩的世界中 却看不到色彩 但如果在他身边的话 是不是就能看到 白鹿 遇见你可真好 白鹿 遇见你真好 谢成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中 直到遇见白鹿 他才能看到那么多温温的颜色 也许他也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去看看这个世界 好的 我答应做你的T班助理了 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谢成一脸忠犬的样子 倒也不用这么激动 你只要这两周顶替下 我助理着工作就好 什么 就两周 谢成傻眼 一副落败的大狗模样 两周也太短了吧 白鹿也没理他 静止过马路 记得 今晚七点来接我下班 谢成看着他的背影 两周也好 也是扣来着时光 白鹿刚到工作室 航钱钱发来视频 老板老板 合作公司的人过来对接工作了 不过总有种心事问罪的感觉 白鹿很讨厌做英国人的工作 可没办法 现在这是只能自己 进入会议室 却听见合作公司对接人的谈话 都这么久了 白鹿怎么还不到 一个指挥抄袭的设计师 还摆这么大碗 走吧走吧 不走吧 两人刚一开门 迎面遇到白鹿 顿时有些尴尬 白鹿一脚踹翻 刚刚在背后说坏话的对接人 不管是谁 他才不惯着这些丑毛病 另一人赶快幅度团败 并大声质问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从来不可在背后 议论别人的喜闻合作 合约终止罢 而对方却气急嘴笑 既然被你听到了 也没什么好处的掖着 本来这次过来 也是不知你停止合作 他站起身走到白鹿身侧 像你这种抄袭斗 简直就是垃圾 白鹿努力握紧双手 控制着自己 待两人走远 他终于爆发了出来 明明被剽窃的是我 明明是他盗用了我的设计 为什么没人相信我 为什么 当初我那么信任他 从不会对他隐藏自己的设计 他也说过最欣赏我的财务 可我万万没想到 被最欣赏的人背叛 真爱变渣男 不仅自己的设计作品被剽窃 还被渣男诬陷 道歹 本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爱人 为什么能在他人生 最关键的时候背叛 让他鸣声扫地 声名狼藉 白鹿觉得这世上 再也没有谁是可以值得幸福 喂 白鹿 我来见你下班了 白鹿被这个声音 和回忆中攥理 他看着站在楼下的汤汤 赶紧出手机 我怕 不要喊我的名字 我怕被记者发现吗 谢成疑惑地拿起手机 踏到台里的信息 OKOK 收到 赶下来吧 白鹿看着谢成满脸笑语 不知道为什么 能见到他的那一刻 自己满意的报道 消失的问题 本应该不再相信任何人的自己 却出起了什么 而谢成的眼睛 再踏到台里 就再有一次的支持 表他在身边 眼中的一切对于他来说 都是心情 可是 为什么这个人 堵着臭这个脸 会不笑一道 你怎么听着我干嘛 谢成被问得有点害羞 那个 你已经老师了 我们要不要去逛街 白鹿懒得里面 不信 啊 为什么 你平时下班没有夜生活 整天宅在家里多无聊 别说边群最后的不合适 带你去的 你一定不会后悔 但是 白鹿微微抬起来看着他 可以相信他 来吧 放松一 两人坐在接边 抱歉 我从来不吃路边的东西 手也不 谢成看着他 这家伙从下班开始 那么不乐 就工作不顺利 刚想开口 服务员端上来一顿生日蛋糕 白鹿诧异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怎么不早说 我什么也没准备 没关系 谢成开心的说道 以前的生日 都是我自己过的 今年有你的陪伴 我减着开心的起来 来吧 请你吃蛋糕 而接过蛋糕的白鹿 并没有开心 因为脑中瞬间回忆起 他当初被人诬陷 并且吸招片的情形 他被诬陷抄袭的那一天 仿佛全世界 被他充满 有人用力气砸伤了他的 但他总不敢绝不告诉我 他被送进了医院 助理唐贤钱劝他 小白 你要看看他 你看还是有粉丝相信你 他们还给你送来了 鲜花和蛋糕 可他刚咬一口 却发现蛋糕里面 放过的刀片 他仔细观察盒子底部 里面写满了诅咒的话语 那是他人生中 最归暗的一段时光 回想结束 他挖的一口 把刚刚吃到嘴里的蛋糕吐出 谢成赶忙拍起他的 后被比张问 白鹿 你没事吧 给你个机会 捡一个美少年回家 你会做什么 至少我是不会盯着人家屁股看 话说谢成生日 白鹿因为想起了 以前不好的事情 喝得鸣顶大醉 谢成无奈 只能将醉鬼白鹿 拖回自己家中 谢成看着连坐都坐不稳的白鹿 真是造孽啊 谢成悄悄靠近 本想看看白鹿究竟有没有睡着 谁知竟闻到了难闻的气 我靠 你怎么吐成这样 别弄到我沙发上 见白鹿毫无反应 架起他的上身 用力一扯就把他的外套脱了下来 随后把他放在沙发上 细细观察 白鹿这家伙平时连笑都不笑 一脸严肃的样子 然后邪恶之手便掐住了白鹿的脸 嘿嘿 以后你要是多笑笑就好了 就像现在这样不好看 哎 别累了一天 我也赶快洗澡睡觉吧 还没等脱完衣服 白鹿在睡梦中 一把抓住谢成的手 嘴里还若有若无等的门声 谢成尴尬地处在一旁 任由白鹿拉着他 最后他终于听清了白鹿的话 温热的水从头顶浇下 也让谢成冷静下来 回想着刚刚他拽着自己的手 不让他走 嘴里还念着一个叫成叶一的名 本想安慰安慰 谁知下一命就给了他一个打一灯 边打还边骂他是王八蛋 骂就骂吧 怎么还打人呢 看着镜子里红肿的脸 白鹿看着若不惊风 下手走走 边穿好衣服边想 所以今天一整天的不开心 是因为这个叫成叶一的人吗 走出浴室 看着趴在地上的白鹿 还是睡着的乖一眼 他悄悄蹲在白鹿身后 呵呵 成片一肤炸毛的样子 现在终于老实了吧 刚刚打我打得那么爽 现在我也得打回来才行 说吧 啪的一声打在了白鹿的屁股上 我靠 这都不行 第一次见人喝酒喝一杯 就醉得不省人似的 谢成无奈 轻轻抱起他 算了 那今天就你睡窗 我睡沙发好了 白鹿醉酒后 被谢成捡回家 第二天发现自己赤裸的身子 和他躺在一起 只觉得这个世界太玄幻 话说谢成看着土的满身的白鹿 为了保住自己家的沙发 只能把他的衣服全扒掉 看着因为心情不好的他 最后无奈 只能将他抱上床 刚将人放好 白鹿却紧紧抓住他的手臂 要求他不要走 没等谢成抽身 白鹿的手却更加用力将手臂抱怼 看着眼前的情形 谢成大脑当机 你这醉鬼 难道还我陪睡吗 想着初见他时 他好像粉咖的一些技术 后来在车库相遇 他还怀疑自己在跟踪他 所以 你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这样没有安全感呢 算了 好人做到底 那就陪你睡一会吧 他看白鹿彻底睡死 偷偷握上他的手 只要触碰到白鹿 他这个色盲就会看到银色 那如果一直抓住不放 会不会连今晚的梦也是彩色的 次日清晨 白鹿缓缓地睁开 映入眼帘的是 谢成的一张大脑 虽然还挺凉眼 但这情况数据不对 白鹿捏手捏脚地爬下床 祈祷这个射死的县城 谢成千万别争论 他微微低下头 我靠 我裤子 这家伙到底对我做什么 昨晚只是和他一起喝了酒 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他家 我这天啊 你这个人渣 一起毁灭了 白鹿看着还在睡觉的谢成 顿时火冒翻炸 一脚将谢成踢下床 起来 别他喵的睡 谢成被踹得猛逼 你醒了呀 看着没穿衣服的白鹿 赶紧起身给他找合适的家居服 昨晚我还是第一次见男人这个样子 不过你放心 我会替你保密的 白鹿此时的脑回鹿已经跑偏 我哪样了呀 谢成刚想靠近就被白鹿阻止 你别过来 衣服放下就行了 谢成以为他还没醒酒 那好吧 我先去弄吃的 你要是哪里不舒服就跟我说 白鹿彻底崩溃 我难道应该哪里不舒服吗 白鹿满身赤裸的在谢成床上醒来 而且谢成有意无意的在说着 昨晚他很可爱 这让一只高冷的白鹿很破坊 作为设计师的他 看着谢成给他留下的衣服 极其嫌弃的扯起衣领 另一边谢成做好早餐叫他出来 当白鹿穿着他的夏威夷 衣大衬衫出现时 谢成惊叹 原来我的衣服是这个颜色 好看 不愧是我的品类 白鹿颓废的扯开一段 哦好痛 完全想不起来昨晚发生了什么 他阴瑟瑟的看着一旁的谢成 心想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身体上没有什么奇怪的疼痛 可他又总是说一些奇怪的 这边谢成做好面包就递点他 快吃吧 你昨晚都那样了 现在一定很饿吧 白鹿如临大敌 我到底哪样了 你不要总是说一些奇怪的 而谢成根本没发现白鹿的酒不过 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吧 心想你赶快吃啊 快让我看看面包和果酱 到底是什么颜色 白鹿看着他一脸殷勤 他现在这么积极 一定是对昨晚的事情有所惠疚 还是说 他在果酱下了药 还要再对我毒磨不过 一旦进入这种设定 白鹿就浑身拒绝 你这么辛苦 你先吃 大大咧咧的谢成毫无防备 白鹿人真好 还会体调我昨晚照顾醉酒的他很辛苦 白鹿看着他又递过来的面包 放下借个眼泪一容 哇哦 这也太好看了吧 我衬衫的颜色 加上果酱的颜色太漂亮了 而一旁的白鹿看着他这副表情 脑海中又开始编开了八百多个小作物 这家伙一定有阴谋 他就是想和我换着吃 昨晚他一定对我做了什么 他就是想和我做一些亲密的事 他愤怒地扯过谢成的衣领 说吧 你总盯着我要干什么 谢成心慌 完了 难道他看出来我是色盲了吗 快说 你昨晚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继续酒事件后 白鹿确实想把这个临时助理大卸八块 还没来得及时失 电话又催命一般的响起 逃过一劫的谢成无力的摊倒在眼子上 白鹿也在专心的听电话 什么 今天上午十点有见面会 他喵得果然何久误实 谢成看着着急的白鹿 是有什么急事吗 我送你去 看白鹿不想搭理他 别耍脾气了 说吧就拉着他的手下楼 白鹿看着谢成的电停车 算了 我还是打车吧 这个时间你是打不到车的 而且你打到车还会抵车 谢成实在想不通这个老板 怎么会这么倔强 最后一把揽过白鹿的腰 强行将他带上车 报警务 白鹿一想到昨晚的事就别你 我不 白鹿还以为傲娇的模样 用不着女鬼 谢成得令 搜得一下窜了出去 白鹿猝不及防的差点被甩出去 最后无奈 他只能搂住谢成的腰 这人绝对是老天派来折磨 而谢成因为他能够搂着自己的腰 更加兴奋起 轰呀轰呀轰呀 你他喵得能不能正常一点 到达目的地 白鹿像个炸毛鸡一样 生无可恋的开心 别怕别怕 我给你压一压 你还是那个高贵冷漠的贵公 然而并没有卵 炸毛鸡还是炸毛鸡 其实你这样也蛮可爱的 我 可爱 我可是高冷美少男的人设 真是见鬼的可爱 不过被他这么说 还是有一点害羞是什么回事 白鹿因为和谢成睡了一觉 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屁股 这样一向高冷的他 是破坊 身为设计师的白鹿 因为昨晚的事情 脑子已经开始炸链 本应该穿正装来开会的他 今天却穿了一件 下卫衣风格的背心和大裤衩 同事们议论纷纷 他这才想起来 这是谢成的衣服 天哪 都怪这个憨憨 他想着今天谢成 非得要骑个小店驴来送他 这殷勤的样子 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开会时间 同事们都在做报告 而白鹿的脑子里 又开始了长达八百次的小作文 喝酒就是阴谋 他就是把我故意灌醉 然后抱回家 不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临时起 把我灌醉 然后和我这样的样 他越想越起 这个王八蛋 竟然敢这样对我 白鹿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 而同事们被他吓到不敢出声 白鹿尴尬 那个时间不早了 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趁着空挡 他赶紧跑到卫生间 冷静 一定要冷静下来 现在要想办法甩掉这个谢成 不能再和这个憨憨有过多的接触 要不然自己的世界 一定会鸡犬不明 刚想打电话把谢成辞退 却发现手机不见 幸亏遇见好心人借他手机一用 他便拨通了自己的耗目 谁知电话刚接通 竟然是谢成的声音 我的电话为什么会在你那里 而谢成却没听出白鹿的音量 你的裤子落在我家里 你的电话就在裤子里 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 这是身为私人助理的觉悟 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 白鹿听着电话的盲音 只觉得这个世界太玄幻 他瞄的老天爷 你能不能别忘我了 我只想离他远一点 他怎么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 直男和弯男最大的区别 可能就是脑洞 一个响入非非 另一个坦坦荡荡 白鹿现在只想离谢成远远的 但架不住直男谢成 根本看不出他的角度 满心欢喜地来给白鹿送手机 但保安小哥不认识他 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 最后公司的前台小姐姐 通知白鹿去大厅接人 而在楼下的谢成 还在和保安小哥极限拉扯 你看我就找他 我真的是他新拼情的助理 白鹿真的没脸见人 自从遇见谢成 他的脸就一直在地上没有捡起来 他急忙扯着一脸中逊的谢成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而两个保安小哥 看着他们突然悟出一个道理 这哪里是助理啊 明明穿着情侣装 白设计师为爱可以穿成这样子 也真的是没所谓 而另一边的白鹿还在抱怨 刚刚谢成为什么要和保安白头 谢成却一脸痴汗的模样看着他 所以这就真的不能怪白鹿多想 白鹿猛停住 手机拿来 现在赶紧回去 而谢成下一秒 就满脸笑容地掏出一盒便当 看吧 白鹿觉得果然没猜错 这个人无视现殷勤非奸击到 他就是要对自己涂谋顾过 我不要 倔强地拒绝 可还没走两步肚子 就开始咕咕咕地叫起来 白鹿看着这秀色可餐的便当确实行动 好吧 那就勉强地接受吧 你的工作只需要接送我上下班就可以 所以现在回去 谢成没想到自己做便当还要被轰衣 演技上线 看我多可怜 你一定不忍心 确实 白鹿上钩了 上来可以 工作时间不要乱走 和我保持一定距离 不要动手动脚 谢成立马答应 保证听话 白鹿看着他一脸人出无害的样子 难道昨晚真的误会他了 还是问清楚的好 那个 昨晚白鹿有些难以启齿 而谢成猛地听到他说昨晚顿时紧张 糟了 难道他知道昨晚我趁着他喝醉打他屁股的事了 他谨慎地开口 怎么 你是不是感觉屁股疼 白鹿炸了 果然啊 你狗八蛋 昨晚你究竟对我的屁股做了什么 谢成正式上岗的第一天就把老板的裤子脱了 还一脸无辜地问他屁股疼不疼 白鹿忍无可忍终于爆发 你他喵的为什么要问这么奇怪的问题 还有你为什么要脱我的裤子 而谢成却不清不楚地说 睡觉穿裤子多难受 别害羞 大家都是成年人 于是靠近白鹿耳边 放心 我又不会说出去你怕什么 白鹿实话 所以他猜测的果然是对 这王八蛋 一起毁灭了 两人一起走到办公室 白鹿回头看他 心想做了那么差劲的事 居然还一副若无其事的影子 啪的一下关上门 只留下谢成一人在风中凌乱 学南谢成看着紧闭的房门实在不解 我就打了你一下屁股 怎么就这么生气 真的是老虎的屁股打不得吗 而在里面的白鹿还在傲盲 渣男 很多 睡了人家 现在还一脸若无其事 那个 白鹿 谢成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身后 吓得白鹿一击零 你他喵的怎么进来的 你还想干嘛 你这个人渣 不等谢成回答 白鹿伸手拿起一个文件夹 便扔了过去 谢成机智躲过 白鹿突然发现哪里不对 我靠 那是我还没来得及备份的设计原稿 所以老子是触犯了天条吗 竟然招你来当助理 没等发泄完 回头就发现谢成不见了 白鹿只觉得五雷轰顶 这个王八蛋既然跑了 别让我抓到他 不然我一定会亲自命 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跳湖了 白鹿一下就看到在湖水中心的谢成 急忙跑下楼 真是胡闹 稿子再重要也没人命重要 而谢成还在湖里拼命地捞着稿 这些都是白鹿的心血 绝不能就这样回了 白鹿没心情关心稿子 只在岸边大喊 谢成 你快给老子回来 谢成兴高采烈地举着稿子 别担心 都给你捡回来了 白鹿看着他努力的样子 心下一动 这个笨蛋 你比稿子更重要啊 你这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谢成有 为了白鹿的稿子 谢成义无法顾地跳进了湖里 白鹿看着满身湿透的谢成 心里有了莫名的嫉妒 果然直男撩人最为致命 谢成费力爬上岸 还不忘让白鹿看看稿子还能不能用 谢成想 只有靠近白鹿 自己才能看见颜色 所以一定要对白鹿好一点 这样才能报答他赐予的色彩 两人默默对视 一股暧昧的气息油然而生 谢成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心 白鹿 昨晚真是抱歉 不应该打你屁股的 那只是我的一个恶作剧 所以你能不能不要生气了 白鹿一愣 所以你昨晚什么也没对我做 只是打了一下我的屁股 天哪 自己想法太悟 导致误会谢成 真是没脸见人了 他看着谢成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 便带人回了办公室晚 正在衣柜中 找衣服的白鹿一回头 便看到一丝不挂的谢成 谁让你在这拖的 谢成毫不在意 怕什么 又没有别人 白鹿心想着真是没拿我当外人 留下谢成 自己在门外等候 但脑子还是控制不住 回想刚刚的画面 虽然穿衣服没有品位 但身材还真是不错 谢成换好衣服 突然抓住白鹿的手 你干嘛 谢成赶紧掩饰 就是想让你看看衣服 合不合身 内心却在说 我只想看看这衣服是什么颜色 白鹿看着它 我也去换一件 你在这里等我不许进去 谢成不见 刚刚一起换过就好了 白鹿没理他 边换衣服 边想刚刚的事情 虽然昨晚他什么也没对我听 但还是喜欢对我动手动脚 但自己好像并不反感 反而很欣人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那么在意我 或者说在意我的东西 虽然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过 但谢成应该是个 可以信任的人吧 谁还不想要一个 像大狗一样 黏着自己的柱子 白鹿带着谢成 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谢成看着满墙的设计作品 和奖杯尤为羡慕 他随手拿起一摞卡片 下意识地问出 这些都是什么颜色 白鹿看着他手里拿着的色卡 怎么 这些颜色你都不认识吗 谢成慌乱 糟了 怎么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他会不会因为我是色盲 就歧视残疾人 顺便把我解雇 还好白鹿没有看出意样 分不出来很正值 没学过美术的 很难把这些颜色都叫出名字 谢成侥幸逃过 却一不小心把色卡 全部散到了地上 空气凝固 白鹿认命 只能一张一张地剪了起来 而一旁的谢成仿佛看呆了一样 看着因为白鹿的触碰 慢慢有了颜色的色卡 白鹿真的是神奇的存在啊 因为有他在 我的世界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这是电视机上播报新闻 说有一位色盲女孩 因为自己的努力 当上了设计师 谢成尤为羡慕 原来色盲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吧 而白鹿却失之以谜 真是鸡汤新闻 他应该认清自己的能力和局限 假如他以后真从事设计工作 难道身边共事的人 都要像慈善老师一样 时时刻刻帮他选择吗 那么 这个作品 还算是他自己设计出来的吗 世人常常梦想着 追逐自己办不到的事情 事实却是 到最后 会把责任和辛苦转嫁给身边的人 谢成听着白鹿的话 心里很不好受 看他这个态度 如果知道自己是色盲 还会让我工作下去吗 如果可以 那就让我是色盲 这个事情成为永远的秘密 反正我也只是他两周的临时助理 高能剧情来袭 直男和弯男马上要开始同居生活了 因为在工作室时 白鹿突然胃痛 谢成得知白鹿 因为常年累月不好好吃饭 身为助理的他 一定要好好照顾白鹿 所以第二天 谢成早早的 就拖着行李箱 出现在白鹿家门口 不过白鹿阻拦 拖着行李 就准备安营扎站 白鹿看着兴奋的谢成 我不要照顾 你赶紧走 说吧就开门送客 你的任务就是 每天接送我下班就可以 其他的不用管 谢成满脸失落 回想起昨晚看到的新闻 被人误陷 社稷被偷 所以没有安全感 不相信别人也是很正常的吧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留下来照顾他 突然啊的一声 白鹿踩到了电饭包的插头 谢成匆忙跑过去 所以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谢成献保时的答道 是我用来给你做饭的电饭包 他轻轻抬起白鹿的脚 发现已经破了一个小口子 他拿出纱布 小心翼翼的包扎着 眼里满是心疼 要是混凝土做的心 此刻也变得柔软 谢成抱着他的脚 你现在行动不便 我可以留下来了吗 而且照顾你 就是我分类的事啊 白鹿一脸害羞 他这个样子我还怎么拒绝 那你先把乱的地方收拾一下 谢成开心 那就是我不用走的意思了是吧 哇 好开心啊 终于可以和白鹿同居了 喂 你在说什么鬼东西啊 白鹿慌张的撇过头 那好 第一件事就是先喂饱你 谢成打开空空如也的冰箱 你真的是仙女吗 平时只喝露水 为什么冰箱里面什么也没有 怎么会 我有火腿肠啊 谢成一把抢过 难怪你会的喂 以后把你的身体放心交给我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给你做大餐 白鹿看着他的背影回响着 有多久没有被人关心过了 谢成真是美好的存在 哪怕是剧埋怨 却也叫人觉得暖心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他的胃 白鹿看着冒着金光的炒饭口水直流 对于每天只能吃泡面过活的白设计师 这炒饭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谢成看他吃的狼吞虎咽也甚是满足 一盘子炒饭都被白鹿造完 谢成提议一起去超市采购 白鹿抗拒 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没有安全感 可谢成不顾反抗 直接将他拉出了门 两人逛着超市 或有一副居家夫妇的架势 果然下一名 浪漫的场景就出现了 白鹿因为够不到物品 谢成便轻轻扶着他的肩膀 帮他拿了下来 多么美好且幸福的画面 偏偏让最实的谢成长了张嘴 你看吧 不好好吃饭 腿就比别人的短 我可去你大爷的 白鹿炸毛 你才腿短 你浑身上下哪都短 谢成疑惑 我不短 我哪里都不短 白鹿懒得理他 发现谢成真的没有跟上来 哼 小气鬼 说了两句就过理他了 一回头他突然发现 有记者在踩 白鹿的被害妄想症又犯病了 他们是不是又要造谣了 是不是想偷拍我 说我抄袭 白鹿被吓得全身颤抖 谢成 你在哪呀 你不会把我一个人 丢在这里了吗 正当他痛苦挣扎时 一只大手拍上了他的肩膀 白鹿惊吓地回头 发现竟然是谢成 一瞬间所有的委屈 都迸发了出来 你去哪里了 我很害怕你知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谢成看着他的样子解释道 我看你拿了咖啡 又想着你有胃病 就偷偷地把咖啡换成了牛奶 白鹿心情停泊 原来他还记得我的胃病啊 然后扭头就走 快跟上 我们回家 两人到家 白鹿打开门锁 屋内的场景吓了他们一跳 这时突然有个人出现在窗户边 看到有人回来 直接跳出了窗外 开门就欲小偷 刚从超市回来的两人都起起愣 谢成反应过来 就要去抓他 白鹿看到歹徒手中 有匕首连忙去了 谢成按道可惜 就这么被他跑掉了 但这一举动却吓坏了白鹿 你傻不傻 没看到他手里有刀吗 如果被伤到怎么办 可神经大条的谢成却没在意 我这不是怕他偷走你的东西 白鹿真的想不通 这个憨憨脑子里 每天都在想些什么 快去做饭 我要很耐用蘑菇汤 谢成马上行动 等等 很开就好 白鹿偷偷瞄着他的背语 这家伙 真的是不顾自己的威胁 随时随地都在保护 可他只是我的两周临时助理而已 但我好像已经慢慢习惯了他的存在 从来没有人会这样的把我放在心上 一想到两周以后他就会 心里好像有点难受 算了 那就好好珍惜 现在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 然后 谢成开始收拾自己带来的行李 他突然回头问白鹿 为什么总是盯着他 白鹿害羞 没什么 只是觉得你做的菜很好吃 谢成不好意思的说 自己以前做过厨师 白鹿惊讶 你还真是什么都做过 谢成无法将自己平方 放工作的原因告诉你 只能说以前的工作 都不太适合你 不过现在这个助理的工作 却很喜欢 可能这就是好运的开始 遇见你就是好运的开始 白鹿愣愣地看着你 我这么不幸的人 也会给人带来好运的 他突然开心地笑起来 原来我也可以让别人变得好运 美好的同居生活刚刚开始 总有一些破坏和谐的人出来考试 谢成两人刚从工作室出来 就遇到大批记者将他们团团围住 谢成将白鹿铺在身后 他生怕白鹿又受到刺激 而记者们不打算放过他 强行问白鹿和谢成的关系 是不是设计不出来作品就开始摆烂了 白鹿此时如坠落深渊 这空气像凝固了一般让他闯不过来气 我是他助理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一道救命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他静静地看着谢成的背影 终于有了片刻的安心 请问这位先生 我记得你是机场的保洁员吧 怎么现在倒成了白设计师的助理了 还是说 你们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按这张照片的意思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是恋人关系 记者看着他们被问得哑口无人 瞬间猖狂了起来 心想这一晚真是没有白的 终于让我搞爆了大新闻 谢成终于忍无可忍 大手一下覆盖到照相机器 像你们这种人 难道只会无中生有 干冤枉别人的事情吗 你们记者的工作 难道不应该是披露真相 让事实大白于天下吗 什么时候 为了薄热度 还是不乱造谣了呢 我和白先生只是临时助理关系 你们再瞎醒 我就一定会让律师告诉你 一段霸气的回怼 让记者们哑口无言 谢成挽着白鹿的肩膀 离开这个世界去 看着白鹿一直消极的情绪 谢成开点来报 你不要再让这些记者 继续冤枉下去 也不要再这样裸裸闪耻 有什么问题 就证明回应他们不好 可白鹿被深深地伤害过 你这样跟他们说 明天也不一定会被编排成什么样子 我不在乎 谢成把他困在自己的B弯内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写 做好自己才最重要不是吗 白鹿 你相信我 逃避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无边的噩梦充斥在白鹿的睡梦之中 虽然害怕 但他还是任命一般的没有呼救 因为他知道没人能救他 白鹿 白鹿你快醒醒 白鹿睁眼就看到谢成在他身处 看着惊魂未定的白鹿 谢成将他轻轻地抱在怀中 别怕 有我在 只是个梦而已 谢成去给他倒数 白鹿看着自己的手机 昨天被记者亮团团围住 想必现在谣言已经哪天飞了 他打开手机搜索 竟发现并没有爆出新的谣言 他松了一口气 是谢成的澄清起了作用 真怕把他也卷进这些烂七八糟的事情当中 也许逃避真的不是唯一的办法 起来喝水吧 一会你就接着睡 不要害怕 我会陪着你 有事情你大声叫我 白鹿看着谢成 谢成谢谢你 有你在我很安心 第二日 白鹿因为睡眠不足变成了熊猫眼 你如果没睡好 就不要起这么搞工作 工作哪有身体重要 白鹿心累 工作都要没了还要身体有什么用 没工作 难道是因为那些相复的事 他突然想到什么 立刻掏出手机翻译 白鹿白鹿你快看 这个竞标和你的专业很妥配哦 我感觉你肯定能拿下 要不要去试试 白鹿一想到竞标要比稿就心脏 不去不去 为什么 你讨厌比稿 你这么优秀不会得比下去的 白鹿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我相信自己 可我不相信别人 都是黑幕 比稿项目还会被抄袭 白鹿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公正的人 再去相信一下这个世界吧 我陪着你 你也一定可以的 就像昨天 那些记者虽然讨厌 但跟他们讲了道理 他们也是听得进去的不是吗 不然我们打个赌 我赌你这一次的竞稿一定成功 白鹿看着眼里有光的谢成 也许真的可以试一试 好 赌就赌 因为一场赌约 白鹿又重回那个让他热爱的事业 两人到达会场 第一次见到如此大场面的谢成紧张无比 他有些尴尬地看着白鹿 心想 虽然是带着白鹿来找自信的 但怎么感觉自己比他还紧张 谢成起身 说要去厕所方便一下 白鹿看着他的背影 这紧张得也太明显了 而谢成万万没想到 他刚从厕所出来 就看见惊人的影 这个比赛果然有悲目 难怪白鹿会失望 送礼的男子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一只大手突然扳住他的肩膀 谢成压抑着愤怒问道 你们就是这么竞标的吗 你谁啊 关你屁事 这男子还不知悔改叫嚣着 而一直在补装的女人终于说话 那男子才愤怒地提着箱子离开 女子背对着谢成 放心 我本来也没想说他的会 如果你也是竞标者 要拿出你的真本事来才行 加油吧 说吧便离去 竞标开始 白鹿在台上演讲着他 此次设计的理念 而台下的谢成却看着诗迷 哇 白鹿好厉害 第一次看到这么认真的白鹿 一旦讲到自己的作品 感觉全身都在冒着惊光 不知道是西装的问题 还是气势的原因 我竟然觉得现在的他有点性质 你啊 哎 我靠 我为什么会觉得一个男性质 演讲回来的白鹿 突然坐到了身边 谢成吓了一跳 白鹿如看智障 同意要看着他 竞标结束 女人上台宣布 此次参选的纵标的公司 白鹿一副懒散的模样 肯定中过人 中标的是与成功做事的白鹿先生 恭喜 白鹿愣在原地 竟然成功了 你可真是个天才 兴奋的谢成巴基一下 倾到了白鹿的侧脸 啊 你这个流氓 你在干什么 而台上的女人 看着下面打闹的两人 原来他们是一起的呀 竞标结束 碰巧遇到刚刚的女评审 并且热情的和谢成打了招呼 你们怎么会认识 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谢成怕他又犯病 直接牵起他的手 你怎么就这么不相信自己了 你的才华配得上这个结果 白鹿看着被紧紧握住的手腕 是啊 我要相信自己的呀 谢成 谢谢你 因为你 才让我踏出来这艰难的一步 现在的我不 不想放开这只手了 因为谢成的鼓励 此次的竞标异常顺利 因竞标成功 所以两人也在连夜的准备 后续工作需要的文件 谢成开心地陪着白鹿 现在的他终于有被需要的感觉了呀 竞标通过后 有些需要和合作公司沟通的工作 需要出差 你们陪我一起去吗 白鹿看着他问道 谢成超级开心 连忙答应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谢成急忙掏出电话 原来是谢成母亲 让他明天赶紧回家 家里为了他找个稳定的工作 他想到已经答应了陪白鹿出差 就跟家里说 最近有重要的事情回不去 而母亲根本没有给他散播的机会 只说他一个色盲 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现在能给他找个稳定的工作 才是最重要的事 谢成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要怎么办 像我这样的人 确实很难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 而现在的我也仅仅是白鹿的临时助理 还有一周我的合约就要到期了 我就要离开白鹿 所以我要陪白鹿去出差 还是回家接受父母的安排 他推开门 白鹿告诉他出差活动的流程 已经发过去 让他把印度 他整理着电脑文件 不知道这件事要怎么和白鹿开动 他突然看见活动流程中 竟然有新闻发布会这些 如果自己不去 白鹿能应付那些记者 他会不会出现应激 谢成回想着他以前遇到记者时的反应 那么无数 那么可怜 想想心 他看着白鹿的背影 我不能让他自己面对 我要陪着他 他跑到白鹿身侧 白鹿会陪着你 好好保护你的 白鹿不知道他又发什么神经 戳戳他的脸 已经很晚了 我们回家吧 顺便整理一下活动 需要穿的衣服 到家的两人在试着衣服 白鹿帮忙整理 谢成低头看着他 他知道自己现在做的决定很不理智 毕竟一周后两人就要分开 谢成自己还是要重新再找工作 但他就是想抓住和白鹿在一起的每一刻 工作中遇到最气氛的事情 莫过于偷了你设计 并且诬陷你抄袭的人 成了你的学习目标 谢成白鹿两人来到合作公司洽谈 接待的员工 为他们介绍今年的设计项目 说到他们近期最得意的作品 就是从国外聘请的设计师完成的 谢成看着这个设计 也不觉得多好 还没有白鹿在工作室设计的那些好 白鹿在认真的看着这些设计 觉得这个设计风格很熟悉 而一旁接待的工作人员还在介绍 听说这位设计师最近要回国了 等他回来就介绍给你们认识 名字叫程燕一 你们应该听过了 白鹿震惊 什么 竟然是他 晚上两人来到酒吧 白鹿一直在借酒消沉 谢成心疼地看着他 自从听到了那个名字 白鹿就开始一步魂不守舍的梦 他一把抢破酒飞 别再喝了 你本来就有胃病 白鹿不依不饶 你快给我啊 快一点 谢成看他不老实 一口酒拳下了肚 这也会没 白鹿抬起手 想再要一杯 却被谢成牢牢地抓住 自从你听到那个名字就不对劲 你现在这样是因为那个叫程燕一的吗 问题还好 一提白鹿就爆炸了 这个抄袭狗 抄我的设计还无信我 明明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却在一场关键的比赛中盗用我的作品 还说是我抄袭的他 这个小偷 骗子 黄八蛋 拿着我的东西和国外 现在还让我去借钱他 太可笑了 谢成心疼地看着他 原来这些年他一直被污蔑 被误解 见到记者会害怕 在家里窗帘都不敢拉开 都是因为这件事吗 看你这样我会心疼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如果能一直留在你身边就好了 喝醉酒的两人 还在玩着山屁股的游戏 殊不知 这可能是两人在一起的最后时刻 白鹿正喝得尽兴 唐前前却打来时评电话 小白小白 我订好票了哟 明天就能到公司 谢成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白鹿的正牌助理要回来 那时不是自己就要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 白鹿在酒店大厅里 愤怒地打着电话 你跑哪去了 赶紧给老子回来 边打电话边抱怨 真是的 一大早起来就没意买 唐前前看着自己愤怒的老板 挣扎片刻还是给他送了瓶水 毕竟现场这么多记者 老板暴躁很正常 谁知白鹿刚喝了口水便说 谢成怎么还没回来 唐前前失落 合着您是因为谢成不在身边才暴躁的 谢成拎着早饭匆匆跑回来 他也怕自己不在 白鹿会不适应 没想到却看到白鹿在游刃有余地社交着 可能是因为唐前前在他身边吗 原来自己也没有那么重要 唐前前依旧可以控制他的情绪 他们本就是多年的搭档 所以配合一定默契 而我却还在做给他买早餐这些多余的事情 他突然想到小时候 他也是早早地出去给爸妈买早餐 回来却听到父母在说像他这种色亡以后 一定不好找工作 以后只能靠老二养活他们 父亲还埋怨他成天在外面打架惹事 说他就是没用的废 他把买来的早饭扔进垃圾桶 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 自己都是不被需要的那个 突然一只手拍在谢成肩膀 你好谢先生 谢成回头看着他 上次咱们在竞标会见你 我知道这次的项目 由你们公司负责 外墙方面的材料 还希望你能在白准面前多美严几句 当然好处也不用少了你 谢成怒视他 你这是在贿赂我 少在我这用下三烂的手段 我不会跟你们同流合物 而身后的两人见他不答应 便风言风语地说 本就没指望这种阿猫阿狗能帮上忙 一看就是没用的废物 本就沉浸在回忆当中的谢成 听到废物两个字瞬间爆炸 他拽过对方的衣领就要挥拳上去 幸好白鹿及时出现 拽住手臂 才避免了一场斗 白鹿拉着谢成的手臂 急忙向外走去 而谢成也没有反抗任由白鹿拉着他 进去向外走 他边走边想 自己可能真的就是个废物 不能帮到他还总给他忍过 也许自己真的是不被需要的那一个 谢成慵懒地靠在墙上 白鹿看着他的模样 也不知道怎么安慰 刚刚的事情真的抱歉 我不应该和他打架的 谢成羞愧地说道 白鹿回想着刚刚谢成要打架的画面 可他认识的谢成不是这样的 一定是那两人说了什么 才刺激到谢成的 我相信他 谢成抬头轻轻问 咱们公司和那个人是要合作吗 白鹿怕他自责 你不用担心 唐前前会走定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白鹿匆忙接起电话 谢成看出他有急事 便让他赶紧进去 自己休息好 就马上回去找他 白鹿边走便回头看着他 认识他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消极 那两个王八蛋 到底对谢成说了什么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三人终于可以回酒店休息 满血复活的谢成提议 咱们出去玩吧 还可以放松一下 唐前前第一个拒绝 你们去吧 我要补教 转机过来帮忙 我现在要困到爆炸 谢成看着白鹿 那我们去吧 你想去啊 包在我身上 白鹿轻轻一笑 不愧是谢成 恢复能力满分 恢伍还担心他来着 看着他一脸真诚的模样 白鹿起了逗牧的形式 老子想上天 白鹿发誓 他真就只是随便说说 但他没想到谢成能当真了 所以他现在就莫名其妙地 站在了热气情绪 白鹿 你再不吃 冰淇淋叫化了 思路被谢成打断 白鹿才拥地反应过来 你怎么连这个都能找到 我还是第一次做热气球呢 白鹿此刻的内心 既惊喜又害怕 他抓紧谢成的手腕 心想着真是一次不错的体力 两人随着热气球的不断升高 慢慢欣赏着梦幻一般的成绩 谢成偷偷看着白鹿 以前自己总是在想 为什么它是不同的 为什么只要触碰到它 我就能看到颜色 他抓紧白鹿的手 无论原因是什么 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 我此生才能有机会看到这些 白鹿 谢谢你 白鹿 也许我该离开了 谢成放开拉着白鹿的手 其实在遇到你之前 我的生活一直是到处走 从未停下 但我很羡慕那些 能踏踏实实工作的人 我也想安定下来 白鹿似乎有所预感 他不想让谢成继续说下去 但他没有理由阻止 明天我们的合约就到期了 我很喜欢这座城市 所以明天我就不和你们一起走吧 第二天机场 唐贤前还在挽留 谢成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谢成微笑答道 我在这边已经找好工作 明天也要开始上班了 两人互相道别 而白鹿却不发一言 也不想给谢成一个女生 他想不通 谢成为什么要突然留在这个地方 安定就安定 为什么非要在这呢 想不通的白鹿烦躁地扯着帽子 而唐贤前还在后面一直拽着他 你干嘛总是拽我呢 白鹿气急 你去那边排队啊 这是女生的专用通道 白鹿只觉得丢人 赶紧大步走开 他可不想让谢成看笑话 他偷偷回头看着谢成 如果现在提出要带他一起走的话 他会走吗 可话还没说出口 就看谢成笑着跟他挥手 挥什么手啊 就这么想和我分开吗 也许这么久 就是自己一厢情愿吧 他根本就没有一点舍不得 那天过后 两人就失去了联系 仿佛一切都回到了 认识谢成之前的样子 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吃饭 永远都是孤单的一个人 他拿起电话 在对话框中 翻来覆去的编辑和删除 可最后还是没有发出消息 他起身走进电梯 这么久了 他也没给我发一条消息 白鹿还来不及多想 电梯突然强烈地晃动起 他急忙按了电梯里面的求助案 并打电话进行求救 却发现电话姊妹也打不出去 情急之下 他快速给谢成发了求救短信 发完信息他才反应过来 发给他干什么 他又不在这里 自己真是疾忽了 想着自己以后 应该再也不会和他见面 便打算撤回信息 不料手机这时候没电关机 果然真是摔到家了 而他的胃病这时候 也开始折磨他 怎么谢成离开以后 胃痛的毛病又回来了 自己真倒霉 被困电梯还要犯胃病 果然自己没有什么好运 仅存的那点好运 大概都用来遇见谢成了吧 白鹿被困在电梯内 并且犯了胃病 危机之下 他下意识地 给远在另一个城市的谢成 发了求救短信 而谢成正在路边摊打工 不知为何 今天他总是有些心神不明 正在工作的 他突然收到白鹿的求救短信 瞬间惊慌 而另一边的白鹿 被救以后便匆匆回了家 喝完药以后便准备休息 他突然又想到 以前谢成在身边的时候 一切事情都会为他安排好 他叹了口气 最近怎么总是能想到那个家伙 这时他突然听到门外 有塌塌塌的声音 他忽然想到 上次入室盗窃的那个小偷 他抓起椅子 这个小偷 只要他敢进来 一定要他好看 吱压一声 门被打开 白鹿二话不说 直接将椅子轮了过去 还好谢成反应快 没被打成肉饼 急忙起身后 谢成抓起白鹿的脸 赶紧检查 你没事吧 他似乎忘了 他刚刚差点被白鹿 打成肉饼这件事 白鹿害羞地拉下他的手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谢成举着手机 你给我发的信息啊 发完以后还关机 我都要被你吓死了 白鹿这才想起来 他到家以后忘了给手机充电 抱歉啊 忘记充电了 谢成笑着看着他 你没事就好 白鹿害羞问道 那个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今天不用上班吗 看见你的短信 我哪里敢耽搁 请了假就赶紧过来了 但看到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那我明天就回去了 看他刚来就要走 白鹿心里难免失落 那你今天住哪里 还没等谢成回话 白鹿就直接倒了下去 白鹿你怎么了 别吓我 我带你去医院 白鹿在谢成的怀中晕倒 吓得谢成惊慌失措 医院走廊 白鹿被迅速推进手术室 谢成慌张地盯着 即将进入手术室的白鹿 白鹿微微争认 这个笨蛋 那是什么表情 我又不会死 他微微抬起手 想试着抓住谢成 谢成赶忙回窝住 别担心 只是一个小手术 睡一会就好了 接着被推进去的白鹿 你一定会没事 白鹿躺在冰冷的手术台 看着满屋的仪器 感觉有些冰冷 医生为他带上呼吸机 让他放轻松 他微微闭上眼 微想着刚刚谢成安慰他 这个傻瓜 只要你在我就会安心啊 手术顺利 白鹿也在医院醒来 唐前前还在安排着工作 他左看右看 谢成呢 怎么不在 他突然想到昨晚没犯病之前 谢成好像说他要回去的 难道已经走了 唐前前看见白鹿苏醒急忙上前 你刚做了急性为川普的手术 不要乱动 白鹿却没听他的话 穿鞋准备出去 哎 你要去哪里 我帮你拿药瓶 白鹿拒绝 我要上厕所 唐前前看着他的背影 小白怎么感觉很开心 白鹿落寞地走着 心里却想着 其实自己是想让谢成留下了 但这么想他留在身边 自己为什么这么懦弱 不敢说出来 正当他失落之际 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快速抬头 老板真是抱歉 我朋友生病 不要留下来照顾他 所以你还是在找个人吧 我怕是回不去了 白鹿又惊喜又害羞地看着他 他 没走 他慢慢走近 白鹿 再勇敢一次了 他是谢成啊 他一定不会像那个人一样 哎 你怎么出来了 谢成焦急地问吧 白鹿快速把药瓶递给他 拉着 我要去厕所 谢成取着药瓶看着他 心想这身体也太单薄了 你究竟吃了什么能把味吃个洞 白鹿傲娇回答 什么能打洞吃什么 谢成叹气 就知道我不在 你不会好好吃饭 白鹿因为为穿孔住进了医院 谢成担心 便不远万里地来照顾他 卫生间内 谢成将药瓶举高 看着白鹿上厕所 而白鹿被他盯得不知所措 看什么看 把头赶紧转过去 谢成看着他暴躁的模样 怕什么 你有的我也有 他突然靠近白鹿 是不是你的手不方便 用不用我帮你 白鹿害羞地战红脸 你快给老子滚 可谢成根本不听白鹿的话 直接将药瓶递到他手中 你拿着 我帮你 说吧就在白鹿身前蹲下 努力地帮他解着铺子 谢成疑惑 你怎么记了个死结啊 好难打开 你要憋住啊 白鹿现在大脑已经荡机 心想现在的直男做事 怎么都这般鲁莽 谢成梦了半天 指甲都要抠掉了也解不开 情急之下只能上足距离 白鹿彻底爆发 你他喵的在干什么呀 这时外面走近一男子 看见此情形也是下了一体 现在这年轻人是真的会玩 于是匆忙转身 打扰了 你们继续 白鹿欲哭无泪 你听我解释啊 谢成根本没注意到有人来过 还在一心给他解裤子 你别动啊 让我咬一下 这兜残喵的什么虎狼之词 白鹿只觉得心累 这时谢成起身说解开了 你去尿吧 白鹿一脸无语的表情看着他 谢成会错了意 问道 是要我帮你扶着吗 白鹿终于忍无可忍 一脚踹上隔间的门 谢成不明白 外面就能上 怎么就去隔间了呢 他走近 对里面的白鹿问道 你是要大便吗 我看你没带纸啊 要我回去给你忙吗 白鹿好笑 你现在就给老子滚 滚得越远越好 谢成因为直男脑 回路彻底惹入白鹿 白鹿关门不想理他 门外的谢成还不明情况 劝诫白鹿要保护好自己的胃 不要再吃垃圾食品 白鹿失落地说道 我又不会做饭 不吃等着饿死了 谢成脱口说 我可以做给你吃呀 可说完两人都沉默了 白鹿问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 谢成回想 刚刚自己为了白鹿已经辞职了 要告诉他吗 谢成说自己是个体没用的人 就算留在白鹿身边 也帮不上什么 白鹿听到他的话继续问 那你讨厌我吗 谢成慌忙解释 怎么可能 当然不讨厌啊 白鹿情急之下推开门 那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帮不上我的吗 难道你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 是因为我可以帮你吗 我只是单纯地喜欢你 所以才想和你一起工作的 这些还不够吗 谢成愣住 他看着对面的白鹿 不知道如何回忆 刚开始自己只是对他很好奇 很兴奋 因为毕竟他能让自己看到颜色 可接触之后 自己却不由自主地想靠近他 了解他 想知道他快乐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难过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虽然他从未要求过自己 要为他做什么事情 但一想到我什么都帮不上 他就会失落 可即便这样 谢成的内心还是想要和他在一起的 谢成缓过神 拉起白鹿的手说 我也喜欢 白鹿没反应过来 问了句 你说什么 这时谢成又恢复到 大大咧咧的状态 我说 我也喜欢和你在一起 他接过白鹿的药瓶 快走吧 你要多休息 白鹿真的被谢成弄如雨 这个白鹿真的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他偷偷瞄着谢成 不明白就算了 也许这个直男一辈子 也理解不了我说的话 就像现在也挺好的 他不讨厌我 也愿意留在我的身边 表白失败的白鹿在楼下晒太阳 谢成陪在身侧 谢成逗弄的小猫 想让白鹿也抱一抱 白鹿傲娇的不想理他 谢成一把抓过他的手 摸摸看 很可爱 白鹿触碰这柔软的小猫 心也要跟着融化了 他抱起小猫 只觉得现在的日子真的很美好 唐前前正巧路过 他真的很久没看过白鹿 这么开心的笑话 以前也只有和那个人在一起时 才能偶尔露出这样的表情 唐前前走近 刚想打招呼 谁知小猫突然逃跑 唐前前开口问 谢成 你还回X是吗 两人疑惑地看着他 不明白唐前前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谢成想了想说 等白鹿出院我再回去 唐前前看着白鹿 疯狂给他使眼色 快留下来 白鹿看着谢成 那等你走时我去送你 唐前前无误 白鹿你彻底没救了 谢成怕他冷 便把外套脱下来给他穿 先谢谢你送 白鹿看着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最后去问你脱了衣服不冷吗 谢成笑笑 不冷啊 白鹿才不信 你去病房里 帮我外套取下来 白鹿看着谢成的背影 大白痴 这么冷的天里面还穿短袖 唐前前一把开过白鹿的脑袋 你才是白痴好吗 几日后 白鹿出院了 谢成也准备回去 谢成还在叮嘱他以后要按时吃饭 要照顾好自己 白鹿看着他的背影依依不省 眼里满是留恋 唐前前在一旁煽风点火 马上就要进去了哟 确定不说点什么 某些人怎么就看不清自己的内心了 错过了 可能以后都没机会了 这时谢成突然转身 白鹿 再见了 白鹿突然想起他们上次离开 他不想再体验一次分开的图 他回想着谢成对他的好 对他的关心 如果谢成真的走了 自己一定会哄 如果前几天他说的话 谢成不明白了 那么这次 我就说明白了 白鹿终于鼓起勇气喊了 谢成 可不可以不要走 你可不可以为我留下来 谢成 如果你想要安定 那就留在我身边好不好 白鹿鼓足勇气 他不想让自己后悟 他想把谢成留在自己身边 谢成看着白鹿 是啊 自己是想安定的 他回想这些年一直四处奔波 一直忙于奔走 我以为自己是喜欢这种方式的 毕竟没有什么是值得自己留恋的 直到遇见白鹿 他对我的信任 他对我无条件的接纳 我也想停留在他身边 所以我现在真的可以停下来了吗 谢成看着白鹿 那我留下来做什么呢 白鹿有些害羞的回答 外卖不健康 我吃惯你做的东西 谢成得意的笑道 想吃我做的饭 求我呀 白鹿被谢成撩拨的红脸 气急的喊道快步 哦 那我就滚了哦 白鹿看他真的要走急忙喊道 喂 我刚刚是逗你的 还没等他说完 白鹿就被谢成紧紧的抱在怀里 谢成在他耳边轻声说 白鹿 谢谢你 白鹿不懂他在谢成 不过没关系 只要他能留下来就要同事 下午两人来到白鹿的雨晨工作室 谢成开心 又回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同事突然窜了出来 谢成 你怎么请了这么长时间的假 好想你 同事们看见谢成 也都快速围了管 弄得谢成有些不好意思 他回头看着白鹿 原来他没告诉大家 我已经离开公司了 也许他是真心希望我回来的吧 谢成开心地和同事们 聊着最近的事 白鹿吃味地想 谢成什么时候 和他们关系这么好吧 尤其是黎染 两个人聊什么呢 笑得那么开心 而不知情的两人 还在约着有时间一起吃饭 根本没注意到 白鹿散发的漫天村 谢成想着白鹿还在等他 便和黎染告别 白鹿由于再三还是问道 你们两个很熟吗 谢成说不是特别熟 就之前帮他捡东西的时候 多聊了两句 白鹿心想 捡个东西就要吃饭 而且他明显能感觉到 黎染对谢成的心思不单纯 没等他多想 他身后就有人叫住了他 这个声音许久未听到 导致白鹿以为是幻听 两人回头 就见一个修长的身影 从门外走来 白鹿好久不见 白鹿好久不见 谢成和白鹿两人 各怀心思地 看着这个不复之客 谢成知道 他就是偷白鹿设计 还污蔑白鹿抄袭的程彦仪 程彦仪慢慢向两人靠近 但他眼里只有白鹿一个人 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白鹿控制自己想揍他的冲动 程彦仪略微尴尬地说 别这么对我 我真的是很想念你 他上前拉住白鹿的手臂 而且我又正式找你 咱们出去说好吗 白鹿果断拒绝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程彦仪还想继续追 却被谢成拦住 你没听到他让你出去吗 程彦仪打亮着眼前的谢成 心想这人是谁 难道是白鹿的心丹药 随后他露出不屑的笑容 不管是谁 都成为不了自己的战略 他拿出袋子 把这个给白鹿 告诉他这是妈妈亲手做的 他会收下 谢成疑惑地看着程彦仪的背影 他和白鹿还是兄弟吗 谢成怕白鹿等着急 拿起包裹准备成电梯 黎染正巧路过 谢成 请你喝果汁 谢成连忙拒绝 黎染却说大家都有 你就不要推测 谢成盛情难却 最后收下黎染的果汁 便匆忙上门 谢成走后剩下黎染的同事 同事打趣地说 想送就直接说吗 还说大家都有 真的有 楼上 谢成把袋子给白鹿 说这是程彦仪妈妈做的 他特意给你送来 白鹿看着这个袋子 确实好久都没吃过 妈妈做的东西 他趁着谢成出去 偷偷打开袋子 准备尝一尝 白鹿 我回来了 谢成猛地推开门 吓了白鹿一跳 他急忙把手里的点心 咽了下去 谁知静被噎住 谢成急忙把水 送到白鹿嘴里 得救的白鹿叹了口气 果然不能背着人干坏事 差点把自己送走 谢成笑着问他 好吃吗 白鹿傲娇地说道 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谢成也没跟他客气 拿起一块 便送到了自己嘴里 他妈妈的手艺不错呀 边吃边偷偷看着白鹿 为什么他不愿意 建成燕衣 却肯吃他妈妈做的骨干呢 白鹿 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差点被噎死的白鹿 被谢成的饮料救了回来 正感叹不能吃毒食的他 问这饮料是哪里买的 谢成回答 是黎染送的 好像是他请客 人手一杯 白鹿不幸 黎染能无缘无故 请大家喝饮料 有时候男人的情敌雷达 也异常的名 他起身 谢成问他去哪里 他只说拿快递 便匆匆起身往楼下走去 谢成疑惑 平时的快递 不都是唐钱钱拿吗 今天怎么自己去了 白鹿到达情敌李染的办公楼层 发现其他员工 并没有同样的意义 谢成这个白痴 别人说什么都信 明明就是特意给你的 这时李染突然出现 老板 你站在饮水机边 是要喝水吗 白鹿为了隐藏尴尬 只能假装说要喝水 李染为他拿了杯子 正当白鹿接水时 李染问 老板 最近你们很忙吗 白鹿不太明白 他说的你们是什么意思 随口说了句 不忙 怎么了 李染听到白鹿说 不忙便有些开心 那诚哥明天应该不加班吧 我想请他看个电影 白鹿顿时感到危机 两个大男人看什么电影 但他也没有立刻反驳 只说让他自己去问谢成 随后便准身上门 他边走边想 现在已经确定 李染确实对谢成 有别样的心思 他推开门 看谢成毫无防备之心 这个白痴还傻喝喝喝人家的奶茶呢 明晚就加班 看李染还怎么好意思约你 他刚想开口告诉谢成 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他看着父亲的号码 接起电话 白鹿 明晚有时间吗 回来一起吃个饭吧 白鹿无法拒绝 只能答应 一家四口坐在餐桌前 只有白鹿与心坐在焉 父亲还在夸赞母亲的厨艺精进不少 程燕一也边倒酒 边开心地听着 程燕一说以后就要留在国内了 以后会和白鹿多回家 看爸爸妈妈 白鹿看着满眼笑意的程燕一 厌恶至极 多一刻都不想多来 他拉紧衣服 终于从那个窒息的房子里面出来了 可没等他走远 程燕一却匆忙地跟了出来 白鹿扯过他手中自己的围巾 他是真的一点也不想和自己设计 并且背叛自己的人有过多牵扯 可程燕一不打算放过他 白鹿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不认识的电话为什么要接 以后也不要再留打 程燕一看着这样的他有些心痛 白鹿已经不会这样对自己 他见白鹿要走 便试着我 谁知下一秒 白鹿便一拳打了过来 这一拳我早就想打 白鹿对程燕一心灰意了 你不要再对我有任何唤醒 你现在想要得到我的谅解 不就是想让自己心安吧 白鹿边走边说 你也不要太高看自己了 今天要不是爸妈 我是不会和你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程燕一冷冷地看着白鹿的背影 是我高看自己 你明明还在乎我的不是吗 这时程处走了出来 询问程燕一的情况 程处看着被打中脸的儿子 你不用再对他有所亏济 你欠他的 我已经帮你还了 另一边的白鹿孤独地走在路上 他此时已经心力几乎 一想到爸爸妈妈 他就万分纠结 他不想伤害他们 可他真的不想原谅程燕一 他蹲下喂给流浪猫食物 小猫小猫 现在你和我一样无家可归了 白鹿抬头看到商城的电影院 谢成现在在哪里呢 他失落地想 应该和李染在电影院看电影吧 算了 回工作室吧 反正到哪里都是一个人 电影散场 李染还在开心地说 电影好看很感动 谢成也在一旁复活 可他内心却在想 如果白鹿也能来就好 如果白鹿在 我就可以偷偷拉着他的手 这样自己就不用看黑白电影 真是好难过呀 李染看着谢成有些心不在焉 主动找话题 你那个口味的果汁味道怎么样 挺好喝的 李染看他喜欢连忙说 全是就这一家 我排了很久 好多住得远的 都会特意过来买 谢成心想 不知道白鹿有没有喝过呀 李染有些害羞地问 那个 我没喝过你那个味道的 可以借给我尝尝吗 神经大调的谢成 直接递给他 喜欢的话 那你就多喝了吧 我再去排队重新买两杯 你喝完之前回去吧 李染顾名所以地 看着谢成递给他的果汁 诚哥你到底能够明白 他开心地喝着谢成的果汁 这就是诚哥的味道 工作室楼下 白鹿想着反正今晚也是自己 那就通宵把没做完的工作 多做完吧 白鹿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我买的全是只有一家的果汁哦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尝尝 白鹿看到谢成的那一刻 仿佛今晚所有阴霾都散去 谢成啊 有你在可真好 两人坐在公司楼下 谢成总感觉白鹿的心情 不是特别好 你刚刚去哪里了 没吃饭的话 我去给你买吃的吧 白鹿不想让谢成担心 刚刚回爸妈家吃过饭了 啊 你父母家在附近吗 没听你说过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出来做 白鹿由于片刻说道 我是被收养的 那是我的养父母 我已经不记得 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了 从即时起 就再也没见过他们 那些年我一直住在福利院里生活 直到快六岁的时候 养父把我接回家 从那天起我就重新有了父母 还有一个可爱的弟 但我万万没想到 在未来的某一天 那个弟弟会把我推下万丈深渊 谢成轻轻碰着白鹿的额头 白鹿 我觉得你很棒 即便他曾经那样对你 可你依旧长成了优秀的样子 如果你的亲生父母知道 一定会为你教你 白鹿害羞 你又不是他们 你怎么知道 反正我就是知道 如果你不信 叫生爸爸来听听 我肯定很欣慰 谢成看他不上套 怎么样 爸爸买的果汁好喝吗 白鹿也懒得理他 你不说那就证明好喝 他们都说这个味道很不错 给你尝尝这个味道 白鹿警觉 他们是谁 是黎然吗 是啊 这就是他推荐给我的哦 我想不也让你尝尝 还了好久呢 白鹿看着这个心大的家伙 幸非是直美 不然早就被别人撬走了 等等 谢成和黎然他们 不会是这么喝饮料的 啊 气死我 还没等白鹿发弄 谢成就贴了过来 让我也尝尝你 白鹿害羞地看着他 谢成说 今天本想叫你一起去看电影了 可你有事 但如果你想看 我还可以陪你看一遍 白鹿却说 他叫你去你就去 你也是蛮热情的嘛 谢成疑惑便问 怎么感觉你今天阴阳怪气的 白鹿撇过头 怕是有人对你图谋不轨 你都看不出来 谢成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一脸疑惑地看电影 白鹿叹了口气 我是说 黎然喜欢你 黎然喜欢你 谢成满脑都是这句话 他呆呆地看着白鹿 回想着这句话的真实性 不可能 你在开什么玩笑 谢成哈哈大笑起来 可看着白鹿一脸认真的模样 他又有些犹豫 可我是男的 他也是男的 只男的二十多年的谢成 实在有些不理解 可白鹿却说 不可以吗 男人就不可以喜欢男人吗 谢成看着白鹿 倒也不是 只是我对男的没什么兴趣 白鹿听了他的话骤然起身 谢成连忙问道你要去哪里 白鹿不想理他 气空空地朝楼上走去 留下满脸一步的谢成 他回想白鹿刚刚的语气和表情 可是黎然喜欢我 白鹿怎么会知道 啊 难道白鹿也喜欢男的 第二天一早 唐千千急忙把今天工作 要用的文件给谢成 小白在里面 你去送 谢成不挤 明明他在门口站了许久 怎么不自己进去给白鹿 非要我去 谢成拿着文件给白鹿 白鹿看着文件 谢成却坐在一边喝咖啡 他盯着白鹿的手 手指又白又长 人也长得好看 这么完美的人 真的喜欢男人吗 谢成正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 奇料白鹿突然爆发 吓得谢成一口咖啡 全部喷出 白鹿拿起文件 气冲冲地出门 唐千千只好拜托谢成 一定要跟紧 白鹿来到合作公司 费总的办公室 而费总却还在 悠闲地打着游戏 白鹿把文件一丢 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和我说 你们在找什么鬼 为什么向文外部的设计 负责人是成念一 你们是故意的吗 而费总似乎知道 他会这么问 这方面成念一 确实做得不错 他负责外面 你负责里面 这是最优质的方案 白鹿一点也不想 成念一合作 如果必须是他的话 那你另请高明吧 费总起身看着白鹿 你知道 你这人身上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他靠近白鹿 你太自我了 你总是独来独往 门头做自己的事 看不清大字 不会和别人合作 白鹿却不以为异 别以为你人身攻击会有用 费总见他听不进去 连忙让秘书把他们带上去 让他们看看 运动公园的现场项目 两人被关在门外 里面的费总还在说 项目是分开的 尽管是合作 但你们不会有太多交集 白鹿先踹门 你这忘了的资本子 我要踹了你的门 三人在运动公园 看着项目 小秘书对白鹿格外殷勤 上次竞标我就注意到您了 您的里面很心理 谢成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便宜 小秘书为站稳 白鹿顺势扶了一把 谢成便有些按耐不住 两人送走秘书后 谢成看白鹿还微笑地望着 便酸言酸语地说 这姑娘长得挺白呀 白鹿误会 还以为谢成是在夸小秘书 便说 没有我白鹿 谢成继续道 他说话也轻声戏 是个温柔的姑娘 白鹿转头看他 你到底想说什么 谢成气疯疯地说 他喜欢你 你看不出来吗 白鹿懒得理他 转头就叫计程车 谢成还在不依不饶 你对那个秘书 没有兴趣吗 白鹿懒洋洋地说 没有 谢成一着急便好 那你对什么样的有兴趣 白鹿回头露出魅惑一笑 你这样的 我对你这样的感兴趣 谢成愣住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一定又拿我去开心 他抬手啪的一下 打在白鹿头上 你脑子被门撞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白鹿真的被气死 是啊 我脑子是真的被门撞了 说吧就坐上车 留下孤零零的谢成 在后面追着我 第二日 两人又来到合作公司 对方说设计预算太高了 希望能再合对一点 白鹿看着预算报表 原来是有些费用核算错误 他看了一眼 核算人事离染 白鹿赶紧解释 这是我们的失误 对方便提出要再看看设计的出版 因为今天出来的太急 他没带走 谢成看出他的窘祸便而语 别急 我回去帮你拿 骑车半个小时就能回来 你等我 怕白鹿等着着急 谢成匆忙地骑着小摩托往回 起料前方突然窜出一辆汽车 谢成急忙刹车 虽说没撞上 但自己也被摔了下去 谢成捂着腿 抬头看着着急下车的司机 对方竟然是程彦衣 因谢成并无大碍 他想白鹿还在等着 扶起车便想走 可无肉偏风连翼 小摩托怎么也打不走 旁边的程彦衣 还在看笑话 气得谢成用力捂着车吧 走吧 看你着急的样子 你要去哪里 我送你过去 谢成看着程彦衣 就气不打击出来 可他担心白鹿 最后还是坐上了他的车 人生最大的难题 就是让色盲显颜色了 谢成坐着程彦衣的车 来到白鹿办公室 但他不知道白鹿的文件 在哪个U盘 于是便打电话给他 白鹿说拿黄色的就行 而在谢成的事情 他根本分不清 那是黄色 怕白鹿着急 谢成匆忙回到车上 程彦衣问是白鹿 让你回来帮他拿的吧 见谢成不理他又道 没想到这次项目 适合你们合作 还挺意外的 谢成心想 呵呵 可不是吗 白鹿也很意外 白鹿最近还好吗 谢成一想到 白鹿就有些互动 一不出现 他就会很好 所以没事别去他面前晃领 到达目的地 谢成二话没说 直接下车 留下无语的程彦衣 一小时候 开完会的白鹿 拿着一串U盘走出来 回想着 谢成拿出一串U盘时 属实是把他震惊到了 不都告诉他是黄色的吗 还都拿来干嘛 只是这小子 送完就跑了 人现在去哪里了 这时 白鹿突然发现 谢成竟然和程彦衣坐在一起 而就在十分钟前 送完U盘的谢成 刚下楼就遇到了 专门等他的程彦衣 他想和谢成聊聊 谢成果断举举 咱们两个没什么可能 那如果是聊白鹿的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所以两个人 现在就坐在了这间咖啡厅里 谢成气冲冲地说 有什么话你直说吧 程彦衣 也没跟他客气 你和白鹿是怎么认识的 这和你没有关系 你到底想说什么 也要挽走 我最近才回国 所以很多事也是才知道 我走了之后 白鹿再也没有回过家 我想他是恨我的 我不奢求他能原谅我 我只是希望他能 时不时地回家看看爸爸 程彦衣看着谢成疑惑的表情 怎么 他没告诉你 他是我家 从福利院里回的养子吗 我们可是从下在一起长大的呀 我只知道你抢走了 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一起长大都能做出这样的事 真是人渣 给湾南最大的忠告 就是千万别看上是男 因为不被气死 就是在被气死的路上 话说白鹿刚开完会 就看到自己暗恋的谢成 竟然和那个渣男在一起 他不明白 这两个人有什么可疗的 于是气哭哭的 带着唐前前先走了 而另一边的谢成 不仅把白鹿有生气 还在程彦衣面前 暴露了他是色盲的事 只因为谢成点的是橙汁 而服务员竟然上错果茶饮量 程彦衣问他没发现 对方上错了吗 谢成却回答颜色都赢 没太注意 程彦一变起离心 这绿色和橙色哪里呀 而另一边回到公司的白鹿 正想看到核算部的负责人 在说李染又计算错误 他想今天开会用的数据 也是李染核算 犯了那么大的错误 应该找他谈 谢成回到公司后 唐前前赶紧把他叫板 小白在里面生气了 谢成问发生了什么事 唐前前赶忙说 是开会文件好像出了错 他回来就阴着领 还把李染叫进去说一句 啊 为什么说李染 谢成不解都问 唐前前刚想回来 就看见白鹿 阴气森森地开了门 谢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白鹿吹着领子拎了进去 进屋后 谢成殷勤地给他吹着头 别生气 世人都会犯错的 何况对会议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白鹿快速把腿打开 他这是以为我在为李染的事情生气 知道李染喜欢他 还在为李染求情 明知道 谢成可能对李染没有其他情绪 但就是很多事 你刚刚去哪里了 谢成对白鹿忽然的提问有些猛逼 我是问 你给我送完优盘以后去哪里了 谢成不敢告诉他 他和承认一见面 便说我车坏了 去修车了呀 只是去修车了吗 没有其他事情 谢成被问的心虚 还在强装镇定 是啊 只是去修车了 白鹿失望至极 连谢成都会跟我撒谎呀 如果暗恋无果 是不是应该趁早放手 白鹿生气谢成欺骗他 但他不想跟谢成吵架 便让他去给自己买水 而回来的谢成 正好看着李染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 正巧李染也看到他 便主动过去打个招 李染接过水 便问道 诚哥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 谢成有些害羞 都是给白鹿的 他让我出来买水 可我不知道他想喝什么 就每样都买了一瓶 李染的心情再次失落 原来诚哥这么叫白鹿 谢成看他的表情 他以为是因为白鹿批评他的原因 便安慰他说以后 工作认真一瓶子好 这时他突然想到 白鹿以前说过 李染可能喜欢自己 那还是要保持距离 要是被李染问回就好了 因为白鹿在等他 他就想起身赶紧把水送出去 可李染突然抓住他的手艺 还让他不要打扰对面的小姐 谢成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现在出去确实有些尴尬 便又顺势做了下去 可这一路 刚巧就给白鹿看到 他想 要不要就这样放弃了 唐前前突然在背后出现 他和白鹿 一起看着楼下有声有笑的两 刚刚你把李染和谢成都骂了 你到底在吃谁的醋呢 白鹿欲盖弥彰的喊道 扯淡 我什么时候骂他们 不想说就算了 我也没那么八卦 但是看你现在这样 我是真的很担心 是因为谢成 他和李染没什么 我知道的 我生气是因为今天 我看到他和陈烟一在一起 而且他还漂亮 那你没有问问小琼吗 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 你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白鹿没答话 他不是不想问 而是不问 他怕谢成被陈烟一迷惑 从而不再相信他 小白 直来直去是很伤人 可幽容划断更伤人 你总要给人家一个变白的机会 白鹿回头看着楼下的他 谢成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站在他那边 全世界的人 站在他那边都无所谓 唯独你 我不想比你为敌 爱情里绝不可以坐以待毕 更不能给别人可乘之机 经过唐前前的劝告 白鹿 终于要为自己即将到来的 新恋情扫清障碍 白鹿 一大早发现 谢成给他留的纸囊 站在厨房 我去帮李远翻个家 中午回 白鹿想你还真是殷勤 幸亏我早有这几 另一边 谢成和李远刚刚碰到 谢成问 已经请搬家公司了吗 还没等李远答话 白鹿就突然出现 是我请了搬家公司 怎么了 只需你来帮忙 不能来吗 这时司机说 东西都骑了 但车上没有位置 我们先过去 你们只能自己打车去 谢成看看白鹿 又看看看李远 要不然我先送李远过去 白鹿 你先回家 我送完他就回去了 白鹿哪里肯给李远的机会 谢成是直男 他可能没有其他心思 李远不一样 他可是暗恋谢成的 他指着谢成 你下来 我去送李远 你打车跟在后面 白鹿和李远 两人各怀心思地 骑着小摩托走在路上 李远探头问 白总 是诚哥告诉你 我今天担家的吗 白鹿轻声回答 是 那你和诚哥认识多久了呀 白鹿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问 便说也没多解 那 诚哥对于你来说 只是朋友吗 白鹿愣住 他这话什么意思 他在试探我吗 当然是朋友 不然是什么 你和谢成不也只是朋友而已吗 李远失落 是啊 我和诚哥也只是朋友而已 对 你俩别停在这 挡着门了 我们下不去 两人刚把车挪走 白鹿的电话就响了起 白鹿接着电话 身后骑着共享单车的谢成 也终于追了手 谢成刚想跟白鹿说话 白鹿就说 我还有事 先走了过 谢成你 帮他搬完就趟他回家 谢成和李远看着 匆匆忙忙离开的困绿 这时谢成才想起来 我靠 我的钥匙丢了呀 没有白鹿 我根本进不去家门啊 如果被喜欢的人 等着回家那一定是最幸福的事了 白鹿因为接了妈妈的电话 就匆忙离开 留下丢了钥匙的谢成 在风中凌乱 另一边的陈彦一 刚坐进车里 就看到了远处的白鹿 怪不得妈妈 刚刚一直让自己赶快离开 原来是约了白鹿啊 明明是自己的妈妈 但对白鹿 这个样子 却比亲生儿子还好 从小就是这样 所有的东西都让白鹿心血 现在知道白鹿不想见他 就提前把他支走 正悲生地想着 突然发现 副驾驶上有一串钥匙 最近只有谢成做过 难道是他落下的吗 而店内的母子 二人开心地打了招 无论自己和成年名 闹成什么样 但这就是 从小就宠爱我的妈妈 其实成母 还是担心他们两个的 小鹿 上次你回家的时候 还没等他说完 白鹿就赶快打问 妈妈 下次我可以带着朋友过来吗 他很喜欢烹饪 成母开心 当然好啊 母子二人聊了很久 白鹿才打算离开 白鹿从母亲的店里 不清楚回家 可刚一转头就看到了 趴在店里给你的谢成 怎么睡在这里 忘记带钥匙了吗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 忘记钥匙的谢成 真的无底综长 到底要不要 给白鹿打电话 如果真的打了 一定会被白鹿骂的呀 生气的白鹿 好可怕 那还是乖乖地在这里 呆吧 而白鹿看着熟睡的谢成 这个笨蛋 整天刮噪的要命 真不知道 震惊起来会是什么样 白鹿看着自己的杰作 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的谢成也太可爱了 而被笑声吵醒的谢成 看着眼前的白鹿 也很开心 白鹿 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 再加一个幼稚鬼 等于两个可爱的幼稚 因为谢成被白鹿接回家 两人的感情又和好无处 这天 两人在上班的路上 看到电影很棒 谢成见白鹿一直盯着看 你想看这个吗 我陪你 白鹿想既然你都陪李涵看 那我也必须你陪我看一次 于是两个人就约定明晚八点 一起来看这部电影 这时 白鹿无意间看到 一抹熟悉的身影 那是李涵吗 可还来不及多想 那个身影就迅速不见了 导致白鹿以为是看花脸 而另一头的李涵来到了合作公司的大事 正巧遇见最近项目的负责人 负责人开心地和李涵喊喧喧着 并且说十分欣赏白鹿的设计 问问什么时候能够见面再详谈一下 李涵毫不犹豫地说 那不如就明晚 白鹿明晚就有时间 我可以帮你们约谈 第二日 临近电影开场前两小时 李涵突然告知白鹿 合作公司今晚想见面详谈一下合作的事 白鹿无法赴约去看电影 只能和谢成匆忙告别 可电影票已经令了 果然啊 一旦遇到工作上时 电影什么的就要靠边盏 我论位已求的全彩营幕啊 为什么想看的彩色电影会这么美 另一面的会议进行得很顺利 对方代表说要感谢李涵帮忙撵见白鹿 要不是李涵说明今天有时间 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李涵尴尬地起身 立得 我先去趟卫生间 出门后的李涵有些心虚地靠在墙上 他们干嘛突然提出是我约的见面时间 白总不会猜出我是故意的 虽然这么做有些卑鄙 但只要他们还没在一起 我就还是有机会 为了弥补失约的电影 白鹿带着谢成来到了养我的甜品店 高兴之时 谢成却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他接起电话 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是程燕一 他害怕白鹿听到 连忙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 程燕一轻笑 想要你的号码还不简单 车里有穿钥匙是你的 谢成突然想到 可能是帮白鹿拿油盘的那天 落在他车上 那你现在在哪里 我把钥匙给你送过去 程燕一想 反正现在没事 顺便就送 可他突然听到谢成的电话里 出现了妈妈的声音 你和白鹿在我妈的甜品店 我正好有事要不去一提 你先别走 等我到了 马药是直接给你的 谢成听着电话另一头的盲医 这可怎么办 白鹿如果真的遇见程燕一 一定会生气 白鹿回头看着谢成 不明白 他为什么接着电话 脸色就这么难看 随后便问是谁打开的 谢成堂色说是骚扰广告 心里也在谋话 要尽快把白鹿带走 否则他们两个一定会打起来 白鹿看谢成煞白的脸色 以为是他不输 便打算和养母放辞 谢成开心地想总算要走 可刚走到门口 正好迎上刚进门的程燕一 白鹿愤怒地看着他 不愿和他作顺一句 他克制住自己 不要在母亲的店门口闹不愉快 便用得的撞开程燕一走出去 谢成怕白鹿有危险 刚想跟出去 便被程燕一拦住 要是管理 谢成看着手中的药药室 刚刚程燕一这么大的声音 白鹿一定听到了 他急忙跑着追出去 白鹿有点问我 你听我说呀 没等谢成反应过来 白鹿碰的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碰的一拳 仿佛打散了白鹿 对谢成的所有情谊 谢成直愣愣地看着他 他知道白鹿此时的内心是有怨气 所以他不怪白鹿 可白鹿依旧没有打算放过他 我再问你一次 刚才的电话是谁打来的 看着谢成心虚的样子 白鹿上前一步 点住他的胸口 我替你说 是程燕一对吧 是你告诉他我在这儿的对吗 你们两个私底下见过面 但你却一直在骗我 谢成解释 对是他自己听到你在这儿了 我知道你讨厌他 所以不会特地找他过来 那为什么他会有你的电话呢 为什么还要私下见面 谢成刚想回答 白鹿却说 是我失态了 是我太多管闲事了 你和什么人来往 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人 所以我不能约束你的人际交往 他刚刚给你的那把钥匙有点眼熟 是我给你的那一把了 谢成心虚有点不敢回答 白鹿就像精神市场一样 你为什么要把我家的钥匙拿来 白鹿 你冷静一点 钥匙 是我不小心掉在他车上的 我和他私下见面 没告诉你是我的错 但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和他只见过那一次 白鹿此时已经气火攻心 愣恨地扔掉了那串钥匙 见过一次 钥匙就会掉在他的车上 你当我傻了 以后撒谎请先打个跑岗 谢成也终于被白鹿激怒 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冷静地听我说 上次我帮你拿油盘的时候 车被他撞了 因为赶时间 他才在我去工作室拿的油盘 送完油盘 他是找我谈了点事 但也只有那次而已 我不说是因为觉得没必要 而且也怕你生气 既然你知道这一切 你不是什么也没说吗 谢成说完突然愣住 是啊 他知道我和程燕一私下见过面 为什么不问我 还没等谢成反应过来 白鹿突然拽住他的衣领 用了毕生的洪荒之力 猛地踢到谢成的下巴 谢成只觉得 此刻世界都静止了 解析了白鹿上前 捡起了自家的钥匙 留下孤零零的谢成 在此怀疑人生 身心都受了重创的谢成 最后还是回到了白鹿的工作室 他看着紧闭的大门 犹豫着要不要打开 终于鼓起勇气开门 却发现办公室内空无一人 后面经过的黎染 满怀心思地看着谢成 他想今天白总和程哥 看起来都怪怪的 难道是吵架了吗 另一边的白鹿 独自一人坐在楼顶放空 他也想着今天对谢成 做的事不是有些过分 他正想着 就听到有角度的声音 回头一看 竟然是谢成 他想到两人的吵架 是啊 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怪他了 他本想出去打个招呼 可这时黎染却走得上来 诚哥 你没事吧 看你的表情不太好 谢成简单地硬喝着 没事 我自己待一会就好了 可黎染不想放弃 和谢成谷处的机会 便小心翼翼地开头 你心情不好 是因为白总吗 谢成想着黎染的问题 难道自己的心情这么好擦 确实啊 也只有白鹿 才能牵动自己的心情 黎染看他没回答 继续道 诚哥 你就是太温柔了 就因为过于温柔的性格 所以白鹿 才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谢成疑惑地看着他 他不明白 黎染为什么会这么说 黎染轻轻点着脸 你这脸 是白鹿的方法 你总是照顾别人的感受 所以身边的人 才会忘记 不及你的感受 你总是能让人感觉到一套 但你也要不及自己 你需要的是 能够照顾你感受的人 不是吗 谢成彻底呆住 就算是在迟钝的人 也明白了黎染的功能 但他并不想和黎染变谋 他轻轻拍着黎染的肩膀 谢谢你今天安慰我 但白鹿 不是你姐姐那样 我就先下去 黎染看着谢成的背影 诚哥 我并不只去想安慰你 如果你能看到 我该有多好 听了半天的白鹿 终于从墙角处走出来 黎染有些震惊地看着 白鹿一拳打在了黎染的脸上 没错 我就是那个 只想着自己的人 两个男人大打出手 而原因竟然是因为 另一个男人 白鹿居高临下地看着黎染 没错 我就是你口中 只想着自己的家 而黎染仿佛也被激怒 他同样还给白鹿一拳 对 你就是这样的人 仗着他惯着你 就为所欲为 白鹿扯起黎染的衣领 那天是你故意找 那个时间和客户见面的 故意破坏和谢成的电影 还真是下作 本以为会恼羞成怒的黎染 却笑了起 我下作 那你又好的到哪里去 你知道他帮我搬家 也主动掺和进来的不是吗 白鹿用力推开黎染 他不再和黎染纠缠 今天动手是因为 他在背后说自己坏话 而说到角合 他们两个确实半斤八两 黎染看着白鹿 真以为自己是多了不起的人吗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而下楼的白鹿 刚刚走到办公室门口 就看到谢成在等他 他急忙转身 不想让谢成看到 自己这么狼狈的模样 行前前正巧经过 刚想跟他打招呼 白鹿就叫住了他 你让谢成帮我去做件事 谢成拿着文件到达费总办公室 他想 白鹿让我自己送来 就是故意支开我 难道连面都不想见了吗 而回来的费总 看着一脸沮丧的谢成 我现在下班了 要不要陪我喝一杯 另一边 李染刚经过办公区 就听同事们在说闲话 你们知道吗 咱们公司竟然和 成燕一的公司合作了 话说 成燕一和咱们白总 不是有头吗 李染偷偷停下脚步 听他们说 我听说白总和成燕一 原来是那种关系 现在合作 有可能就行不然吧 李染突然想到 上次确实看到 他们两个在拉拉扯扯 他在网上搜索 成燕一公司的电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介意 帮成燕一把白鹿追回 为了得到心爱的男人 李染决定用一些手段 因听到同事说 白总和成燕一的过往 所以他决定和成燕一联手 这样自己就有可能 得到谢成 而成燕一确有些犹豫 毕竟自己伤害过白鹿 他希望这次能够 堂堂正正地追回他 刚一转身 就看到来找他的屈凡尘 晚上定得在酒吧聚会 你没忘记吗 另一边的谢成 答应了费总的邀约 两人在酒吧喝得明理大醉 费总看着一脸衰样的谢成问道 你究竟为什么 一脸古大仇身的样子 究竟是谁惹问题 谢成迷离乎乎的说 白鹿骂我了 我好难过 他骂我放屁 还说我说谎 不打草底 费总力挺谢成 谁能有屁不放 那不憋坏了吗 白鹿是有些无理取闹 谢成也喝得上口 他总感觉费总说的话 好像有点不太对 但一想到是为自己撑腰 还是主动运火 对啊对啊 他就是无理取闹 但他也不总是这样 平时还是很温柔的 态度虽然很强硬 却很会为别人着急 说话也不会管玩摩紧 也很容易开心 最重要的是 他真的很可爱 怎么会有白鹿 这么可爱的人 费总一脸无奈地想 什么呀 说了半天 原来是情侣吵架呀 他拍了拍谢成的肩膀 你爱的好杯 为了我的谢成宝贝 干了这杯 两人旁若无人的干杯 旁边人一副看傻子 一样的眼神 看着他们两个 而刚到酒吧的陈彦一 和屈凡全 正好看到喝醉酒的两个 陈彦一 探出头问费总 怎么喝成这样 这里不好打车 我送你们回去吧 两个醉鬼坐上车 一个口吐白鹿 另一个大喊大叫 气得陈彦一好想 把两人扔下去 须凡尘终于忍无可忍 谢成 你住哪 我赶紧把你先送回家 谢成愣了愣神 我去白鹿家里 白鹿还在等我回家 这么晚他一定着急了 陈彦一听着谢成的话 他们两个住在一起了 看来我要答应李染的合作 虽然和谢成吵架 但白鹿依旧担心 这么晚还不回来的谢成 他趴在窗上往下望 想着自己 最近是不是真的有些过分 导致谢成连家都不回 此刻醉酒的谢成刚被成宴 移送回白鹿家的楼下 互相惦记得两人正好相遇 白鹿拦住醉醺醺的谢成往家走 平时怎么不见你这么迷惑 而酒精还没过的谢成 开始耍起了酒疯 他非要白鹿轻轻抱抱举高高 白鹿一把把他摔在地上 举高你妹 你还有心思喝酒 有我一个人在家担心你 他拖着谢成的腿 毫不留情地进了电梯 等回家我再收拾你 而在身后看着这一切的成宴 一心里不是滋味 原来白鹿也会把关心留给别人 他拨通了李染的电话 他决定要把白鹿的一切都夺回 无论用什么样的手 而另一头的两人刚进家门 白鹿就被狠狠地压在了地上 他侧头看着谢成 你是因为心情不好才去喝酒 而你心情不好是因为我吗 可我真的不是想和你吵架 我只是怕你和他有所牵扯 可这样的想法 你让我怎么说得出口 白鹿轻轻地靠近谢成 谢成 你究竟让我拿你走 第二天一早 谢成从睡梦中醒来 他看着眼前的白鹿 不明所掩 他猛地坐起身 我昨天是怎么回来的 为什么现在我会躺在白鹿的床上 感受着自己坚硬的地理 谢成搜得一下跑进卫生间 可不能让白鹿看着他 这副样子 他脸红地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这是正常的 没必要那么紧张 他刚恢复冷静开始刷牙 不料白鹿却突然催眸而入 谢成下意识地拉上帘子 他也不知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留下一脸猛低的壳 而白鹿刚想刷牙 却看见自己的牙刷 又被谢成拿错 他怒得拉开帘子 谢成 这都第几次了 我都说了 蓝色的牙刷是我 经历过醉酒的两人 起床后的见面就显得尤为尴尬 谢成走到白鹿身后 抽走他正在喝的咖啡 你有胃病 以后咖啡一周只能喝一次 白鹿有些无语地看着谢成 这时 谢成悄然转头看向白鹿 说了声对不起 白鹿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谢成继续说道 我不应该瞒着你 那天我和程燕一也没聊什么 就是听他说了几句 关于你的事 我才知道 收养你的人竟然是他的父母 我之前看你很排斥他 所以不想和你提这件事 万万没想到 却让你更加生气了 思虑再三的白鹿 还是想向谢成坦白自己的事 谢成 你知道的吗 我对女孩子没有兴趣 谢成不知道 为什么白鹿会说这些 他硬合着 我感觉到了 白鹿接着说 我之所以那么生气又打扮了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和他交往 所以他除了是我弟弟外 曾经还是我最相信最依赖的人 所以我无法原谅最信任的人被跑 谢成震惊地看着他 什么 两个人原来竟然是这种关系吗 他一直以为两人可能是特别好的 最后他想 两人原来是爱人 而程燕一还偷白鹿的作品 突然坚定地说 白鹿 你做得对 打得好 白鹿无语地看着你 这是重点吗 难道你一点都不会在意吗 而谢成借口说 要给他做早餐 便匆忙地跑向厨房 只剩一人的他愤怒地打个鸡蛋 好气 两个人竟然交往过 他们以前一定特别亲密 所以 程燕一上次找我是误以为我是白鹿的男朋友 还是他也在试探我和白鹿的关系 不对 程燕一根本没对白鹿彻底死心 他还是想追回白鹿 那白鹿呢 白鹿对他死心了吗 白鹿你可不可以不要回头 白鹿你可不可以不要回头 谢成一想到 程燕一还没对白鹿死心 就莫名地慌张 他想着现在的白鹿 只要听到程燕一的名字就暴躁 是不是也证明白鹿也还在意他 谢成小心翼翼地开口 白鹿你到现在还很成燕一吗 其实无论他做什么都没有必要 在意才对 可你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愤怒 为什么 在你心里 到底是怎么看他呢 白鹿震惊地听着谢成说的话 你的意思是 无论他对我做了什么 都不用在意是吗 你现在是让我对欺骗和背叛事而不见 他现在突然火 如果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和他说话 这才是不正常的话 如果他不受到该有的报应和惩罚 这个世界才是不正常的才对 谢成听着白鹿歇斯底里的控制 他知道刚刚的话 有过他 但他还是想确定白鹿的心意 便继续问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白鹿愣住 要怎么办 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虽然没有办法解决 但我也绝不能说放下就放下 倒是你 为什么那么在意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和他怎么样 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 谢成愣住 是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为什么胸口像被什么堵住 他轻叹了口气 抱歉白鹿 是我越见了 但我也只是想让你放下 如果这样冒犯到你 还请你能量 两人默不作声地对视了一会 谢成说 你先出去吧 我一会做好的将人 对了 今天下午想请个嫁出去一趟 白鹿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随否答了一句 知道了便走出去 而请了嫁的谢成 却来到了陈燕一的公司 陈燕一 你休想从我这得到白鹿的任何消息 也休想在我面前伤害疯狂 真的在乎一个人 下意识地就会去保护他吧 谢成虽然和白鹿的关系 还处于尴尬阶段 但他就是不想让任何人再欺负他 请假后的谢成气冲冲地 来到陈燕一的公司 他想当面和陈燕一说清楚 而还没等到达陈燕一的办公室 就被一个陌生男子 告知今天他不在 谢成疑惑地看着眼前的人 并询问你是谁 而这男子却调坦道 那天你还真是喝多了呀 连把你送回家的人都忘了 谢成想到 可能是自己都费总喝酒的那天 你就是那天的那个司机啊 屈凡尘无语 你还真把我当司机使唤了 谢成不愿和他多聊 便说要去找陈燕一 然后又被屈凡尘阻止 你有什么事也可以和我看 包括谈白鹿的事 谢成回身抓住他的衣领 既然你能代表他 那就记得告诉那个混蛋 别忘想再回到过去 也别再想 从我这里套出任何关于白鹿的消息 而屈凡尘扒开他的手 你只是个小小的助理 有什么资格管这么多 就算我要对付白鹿 你又有什么能力阻止 本以为谢成会因为这些话打击 刚想嘲笑他的屈凡尘 却看到谢成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就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还正什么都不怕 不管你们对白鹿有什么拟命 只要你们敢动白鹿 我绝对会拿命跟你们喝道酒 说把他松开屈凡尘的衣领 不信你们就试试 感动他 我就拖着你们一起下地 谢成说完转身就走 留下一脸无语的曲凡尘 果然和白鹿有关系的人都是疯狂 而另一边的白鹿 还在想今早的是 为什么最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 你会还是把钥匙还给谢成吧 省得他多心 而站在窗边的他 正好看到在工作的唐前前 这个笨蛋 怎么就不知道找个人帮忙 他下楼接过唐前前手工的箱子 拿这么重的东西 怎么不找别人帮你了 而唐前前说 今天没看到谢成 想着也不多就自己做了 白鹿想 是啊 已经快一天没见到他了 他真的像太阳一般的存在啊 所有人都需要他 喜欢的人突然出现 真是叫人怦然心动啊 宣将回来的谢成 开心地看着白鹿 抱歉回来的这么晚 我帮你做 而唐前前也非常有眼力见地说 我还有其他事情没完成 那剩下的货物 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 白鹿看着清单上的货物 还有一半没完成啊 结束后 还要把车还给物业 物业在哪里 两人一边核对 一边搬越 终于把所有要领清的东西做 在去玩推车的路上 白鹿想 要和谢成 说些什么才能缓解张大 而谢成这时 突然回头 白鹿趁现在没有人 你想不想试一试 白鹿一头误水 啊 什么试一试 下一秒 谢成就推着车跑了前 白鹿认命 果然比想象中的更丢人 这时推车突然停下 白鹿惯性地向后挡去 谢成赶紧上前拖住 两人对视 两颗躁动的心都狂跳了起 气氛暧昧之时 快递小哥突然出现 为缓解尴尬白鹿 匆忙接过 他边拿快递边想着谢成的表情 是我看错了吗 怎么感觉 他刚刚是在害羞 而谢成却还在一货 快递不都是放在前台吗 今天怎么直接送过来 而且还能直接认出你就是白鹿 而这样一段小插曲 并没有让两人放在心上 晚上两人来到电影院 终于看上了约定已久的电影 白鹿伸手想拿棒米花 正巧碰到了谢成的手 而谢成也没有刻意挣脱 他甚至希望白鹿不要放手 各怀心思的两人根根根无心看电影 白鹿有头像是在思考之后 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靠近谢成 不好意思 我不是讨厌你怨见 只是你那样不停地问你 还没等他说完 谢成突然说 你不用道歉 因为我也没有顾及当人 但是白鹿 你如果真的遇到难事就告诉你 我想和你一起解决 哪怕帮不上忙 我只是听你说话也好 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想陪在你身边 对我来说 你很重要 白鹿 对我来说 你很重要 谢成盯着白鹿红着的脸 他终于把憋了已久的话 说了出来 白鹿还愣愣地看着他 按以往的经验来看 他不信谢成会突然开跳 开口问道 多重要 谢成一脸认真的说 比任何人都重要 因为你在我这里 就是独一无二 白鹿倾笑出声 他这个样子 究竟是看没看清 自己的内心呢 总是说一些魔龙两可的话 让我问 这串钥匙还给你 这次要收好 因为这钥匙也仅此一脸 独一无二 谢成看着转身就走的白鹿 急忙起身 而内心的想法 也更加坚定 白鹿 无论你愿不愿意 我都已经略见了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两人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 讨论着明早要吃什么 谢成说家里没有面包 现在要去买一点 让白鹿在这里等他 他马上就回 留在原地的白鹿 回想着谢成刚刚的话 也不禁开心 不管怎样 谢成对自己还是不一样的 而正当他沾沾自喜时 一把刀抵住了他的腰部 白鹿 我终于找到你 发反抗将他抵在墙上 白鹿不想认人宰割 便问到你究竟是谁 黑衣男子呲笑了一声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 当年说好的 绝不抛弃对方 这么快就不记得 白鹿不然回头 你竟然是 还没等白鹿说完 谢成突然出现 你别碰他 黑衣男子也同时大 你别过来 不然我就弄死他 谢成看着刀尖 已经刺伤白鹿 这混蛋果然不只是 快递员那么紧 好 我不动 你也别再碰他 说吧 谢成蹲下身 却偷偷地碰到了脚下的砖头 你别动他 我退后 谢成看着被歹徒要挟的白鹿 担心不已 随后他假装剪蛋糕 便蹲了下来 就在他偷偷摸到砖头 准备袭击时 白鹿却开了头 谢成 我没事 你先出去吧 我们两个本来就认识 我也想和他谈一谈 谢成担心地看着他 可白鹿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也不好再做其他的事 他起身向外走去 白鹿也终于放下心了 他实在是不想让谢成 为他冒险 而黑衣男子看着谢成离开 便开始嘲笑白鹿 看吧 根本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 白鹿反驳他道 你废话未免太多了 忽然来找我究竟想干什么 黑衣男子也不甘示弱 难道你不知我找你干什么吗 当初是你不遵守约定 现在真是一抱还一抱 而就在两人积累争吵时 离开的谢成突然偷偷地爬到墙上 他不能真的扔下白鹿不管 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谢成从墙上跳起 直接踹倒了黑衣男子 他单手掐住崽子的脖子 另一只手握紧钥匙就要刺下去 他真的不能容忍任何要伤害白鹿的人 就在钥匙马上就要刺到崽子眼睛之时 白鹿大喊 谢成 快住手 谢成的手突然定住 钥匙和眼睛只有毫无一只叉 白鹿真的后怕 如果刚刚真的刺了下去 谢成以后要死吧 他上天点起帽子力给了黑衣男子 你跟我们上楼吧 我们也确实要好好谈 回到家中 黑衣男子毫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 看来这些年真的过得不错 之前我和妈提过要收养的事情 写了封信但没寄出去 原因都在里面 你自己看吧 这卡里的钱也是给你的补偿 男子起身 他还是对卡里的钱更感兴趣 白鹿这是你欠我的 没有那样的父母收养 你怎么会有今天 说吧 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走到楼下的男子直接将信扔进垃圾 白鹿 我才不想看你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这些都是你欠我的